很欢迎大家来参加加拿大中国专业人协会CPAC 做的这个新冠疫情和疫苗的最新发展的一个综合的讲解 我姓石,我是CPAC的执行总监石安迪 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曼里托巴大学的杨熙教授 杨教授是免疫学、医学、维生物学和传染病方面的专家 专门研究免疫传染病和疫苗 做了几十年,所以这方面是资深的专家了 今年的四月份的时候我们请他来讲这个疫苗的问题 讲到大家都听得很入神,听到晚上十二点半不肯走 所以我想今天这个Omicron发现之后 还有这个booster shot出来之前大家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就再请杨教授再来讲一遍 这次请他来呢,说实话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他的家的Winning Pig 他人在这个滑雪圣地这个Montrableau在Quebec 我们是把他这个休假的大好时光给他给剥夺了好多 让他准备今天给大家讲 所以非常非常感谢杨教授来做这个讲座 那么我想今天大家如果上次听过他讲的人 肯定会有很多的期盼 这个杨教授不仅是专业方面讲的很深入浅出 很有系统,而且呢还是一个诗人 所以今天呢因为是大家这个圣诞和新年的一个节日期间 杨教授很有创意地用一个会用一个诗话的形式 在这个节日期间给大家比较轻松来讲一讲 我们都想知道的这个疫情啊,疫苗啊 还有这个不同年龄层的问题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杨教授 今天呢我们是一个比较这个轻松的非常informal一个形式 大家有问题的话我估计你听到最后差不多大部分都回答了 然后还有问题的话就是讲完之后会给大家足够的时间来提问题 我们等到请问题的时候我们再说 现在呢我们先听杨教授讲 好吧杨教授 你们可以放在speaker viewer上 可能杨教授的可以看得清楚 OK那就我就开始了 好的首先是啊这个很高兴这个加拿大中文字协会再次邀请我来 跟大家这个一起来聊天 真是确实感到很荣幸啊 确实也很高兴 刚才你会长也说了 这个呢今天呢因为是过去年了嘛对吧 咱其实我今天做这种类似的讲座 这是第九次第九次 一般都是板着面孔来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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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座 今天过年吧大家本来应该是可能 我公许他们协会的话 要往年通报也会是这个协会 满会啊什么这种形式对吧 既然大家没有机会来进行这个来要听这种 那我呢就给大家稍微轻松一点 咱们主要是以说诗的形式来来来讲讲新冠的有关的问题 我想大家呢这个promise 尽管咱谈识别谈识 但是这个科学性跟这个严谨性 是不会丧失的啊 大家可以可以放心 那如果大家能够一起呢 共同来应召爱 其实也不是搞我自己的啊 绝大部分事 这个 你召爱一下这个 就是享受一下这个事情的话 当然就更好了 对吧 既然是这个诗话嘛 所以咱就先来一副对联 春节 也不是春节到了 这就是新年到了 五年 就是春来生吼气 这个冰碎响 你分享一下screen 对我这个screen怎么这有 刚才stop了 你分享 哦 sorry 刚才stop了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刚才是stop了 就是 你到屏幕下面有个绿子 就是 然后你click那个sharescreen 再click你的那个slide 然后再share OK 看见了啊 对 虎年嘛 生虎气了啊 这个这个冰塑了以后 小农生 大家都是农的传人 所以咱们就小农生了 今年都是 我们的好日子啊 这个看完退缘了 因为咱这个是 因为还是要讲的听办 而且说是跟这个免疫相关的 就是跟疫苗相关 所以我去年都是 就是在四月份来给大家来讲 这个专门看到一个 所谓免疫有关的机制 让大家经过这 接近两年的这个训讨 我估计 各位啊 都已经对这个免疫的一些 基本知识 有了这个这个相当的了解 把 只能给大家呢 就是 这些 列出的这些呢 都是跟后边的 要讨论的话题呢 实际上是有关系的 首先我们说 我们这个现在 不管用的什么疫苗 从免疫来说 它呢都是来诱导 就是来训练 我们对这个特定的感染 有关的这个免疫细胞 这个免疫细胞呢 主要是大类 一个是B细胞 一个是T细胞 这个B细胞呢 它呢是来产生抗体 产生抗体 而这个B细胞呢 它本身呢是可以杀伤的 已经被感染的这个细胞 它的作用机制呢 是不得的 以前呢 第一次我们介绍这个 B细胞的时候呢 说到次第为止了 但现在呢 跟此有关的一些知识呢 就有几个 我们说这个B细胞 产的抗体 是抗新冠的 这个次数蛋白的 不管是明明哪 基本上都是这个机制 那似乎大家应该想的 这B细胞都是一样的 其实是不一样的 就说我们这个 次数蛋白上边 本来这个次数蛋白 它本身是病毒 进入这个细胞 感染细胞的一把药体 我们所谓的这个疫苗呢 就是让它能产生抗体 这个抗体干什么呢 就是能够破坏 这一个进入的药质 基本的经理是如此 但是呢 我们引擎这个抗体啊 它并不是完全一样 这款它都认识的 是这次数蛋白 但是呢 次数蛋白是一个大的蛋白 它上面呢 实际上有很多不同的位置 这些不同的抗体啊 实际上是分别的识别 不同的位置 它都是 总体来说都是跟这个蛋白结合 但它真正认识的特定点 不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说呢 我们诱导的这些抗体就成为多颗龙抗体 就是说有多个抗体 都是认识这个新冠的 但是呢 认识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为什么当所谓出现了变异 为什么有的抗体就快快快快起座用 有的抗体就不就不活了呢 特别是有些治病就真正治新冠的药物 有的单纯抗体来治疗新冠 结果出现不同的变异以后 那这个这些治疗药物 有的可能就不起座用了 为什么呢 既然他们都是抗这个次数栽培 为什么不起座用了呢 就是因为你变的时候是部分的变 就是有些位点变了 那个相关的如果变了的话 本来抗这个位点的抗体 那就不起座用了 但是呢 如果另一个位点没有 那个位点呢 也诱导了抗体 那这个抗体依然可以起座 这就是一般的我们这个疫苗的 所诱导的实际上是多克隆的抗体 多克隆的抗体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多个不同的 都是针对这个蛋白 但同时呢 又有了细微差别的抗体 这个细微差别呢 实际上是有意义的 有的时候大家都中体 就看中体就完了 变异的情况下 那这个差别呢 就凸显出来了 凸显出来了 所以这一点呢 我就顺便的说一下 再一个就是 所以B细胞和T细胞 方式不一样 但更重要的是 我B细胞呢 实际上是在外面 也就是在感染之前 我B细胞所产的抗体 可以发挥作用 来阻止 就是刚才我说的 你就把你这个 这个药匙呢 被阻断了 发去阻断了 那之后它就进不来了 在外面发挥作用 而这个T细胞呢 是这种就被感染了 这个感染以后 这个T细胞 就是感染的这个细胞 它本身呢 就成了一个产生病毒的抗体 因为病毒这个东西的特点呢 就是说它呢 它的生活 实际上完全都是依赖于 这个素素细胞的 它本身呢 不具备繁殖 甚至这个存活的这个能力 它是个真正的典型的寄生虫 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寄生虫 就是它呢 在繁殖和生活的过程当中呢 很大程度上 是依赖于素素细胞的 那对我们人来说呢 那感染人的话呢 就是人 也有人的细胞 它在生产过程当中 实际上利用了我们很多人的 这个一些 等于说机器 来为它自己呢 就生产发挥作用 那我们人的细胞 它本身的 除了的机器也不一样 对吧 所以说呢 在病毒的复制上呢 也可能会不同的情况 那不同的情况 但不管从T细胞是什么东西 T细胞就说 如果这个病毒 这个就是这个细胞 我们的细胞被感染了 那这个细胞的表面呢 就会表达了 跟新冠相关的 这个抗原 那这个T细胞呢 就会认识这个细胞 然后呢 就把这个细胞给杀死 等于说就把病毒的工厂给破坏 这样呢 等于说就避免了这个疾病的 进一步的发展 所以说我们简单的说 就是B细胞产生的抗体呢 它是在外边发挥作用 等于在城外发挥作用 而这个T细胞呢 如果城路过是被破坏了 地震已经进来了 那这时候呢 T细胞呢 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B细胞依然可以发挥作用 因为你这个城 从一个角破了 对吧 那另一个角也要防备啊 那你那个抗体在外边防备 它依然防止 至少是那个角在进来 对吧 所以说呢 就是T细胞和B细胞 实际上都可以同时发挥作用 同时发挥作用 但它的侧重点呢 确实是有所不同 但他们两者之间呢 实际上也可以相互的来协作辅助 再一个呢 就刚才也能提出了 就你这个B细胞的抗体啊 要守城 那有个前提啊 那就说你在城的周围 要有很多的抗体存在 那才能够把这个城来守住啊 对吧 但是呢 你想我们这个说的这个 这个抗体 它都是针对新冠的 但我们这个人体 它所面对的敌人 不仅仅是新冠 新冠只是一分之一啊 多少分之一 对吧 很小的一个部分 实际上我们这个集体的免疫系统 是针对着 所有的潜在的敌人的 当新冠发生 你刚刚给它这个疫苗 或者刚这个感染的时候 那它产大量的抗体 就是为了阻止进一步的这个 受攻击 那这时候呢 等于是大量的抗体存在 就等于说你这个城外 一直有大量的抗体存在 相当于说呢 就是有很多的巡逻兵 一直在你这个门前来巡逻 或者说你要是把你说这个 整个人体当做一个海岛 那你整个呢 那你这个周围的这些军舰 来守护着海岛的军舰 那就是抗体 但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 我们刚刚给它疫苗的时候 它缠了大量的抗体 几乎是这个海岛的周围 全都布满了军舰 但是呢 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的任务 不光是抗新冠啊 所以时间长了以后 那它慢慢的 它这个军舰就要减少了 甚至就可能外围就没有了 但这个没有并不意味着 我们医疗所诱导的这个功能 已经不存在了 它是什么机制呢 就说我一方面 我的诱导的 我这个训练的军舰的产抗体 能够阻止这个敌人的进入 但是同时呢 我又有一部分的 真正的训练好的士兵 等于说它不武装 但是呢 它已经就是在你岛内的 某一个军事基地已经存在了 就是万一你那边发生事情了 那它立刻呢 可以立刻起动 一方面它自己可以迅速扩生 另一方面呢 它可以就是迅速的装备 就是说它可以产大量的抗体 这样呢 就来起到进一步的保护 那这里边我们看就有个差别了 如果是你本来海岛的周围 有大量军舰的 那敌人直接就上不了岛 对吧 那就等于把敌人给聚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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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换句话说 就相当于说 你就不感远了 对吧 你就不感远了 你明明以上脑作为感染的标志 对吧 那你不就做什么 但是呢 如果是长时间的 你见了疫苗以后几个月了 那你的军舰不能老在这待着 它实际上逐渐的会减少 因为你这个敌情看上去 逐渐减弱了嘛 对它这个你的气泡来说 结果升级到了一个很低的点 正好这时候呢 又来了一波这个敌人 等于说你不是什么机会 碰到了感染者 或者又来了一波这个不同的变异 那你这个敌人又来了 那正好说你这个海岛的边线 没有军舰了 所以说敌人呢就轻而易举的就进了岛了 进了岛 那所以说从进岛这个角度为标志的话 那等于说你这不就失效了吗 但是呢 在你进岛的同时 你这个警报呢 也就迅速的传到了这个军事基地 这个军事基地里边 有着你上一次疫苗的所训练的细胞 这个细胞呢包括B细胞 也包括D细胞 一方面呢是D细胞赶快过来 赶快过来 来就是跟这个敌人进行战斗 把感染的细胞呢就清除掉 这样呢就等于阻止它进一步扩散 同时呢你那个有了记忆的那个B细胞呢 也赶快的过来来产大量的抗体 不光是在你这周围 而且呢就说你在岛的岛的各个不同的角落 又重新布置了军舰 很快的就布置上 你如果没打疫苗的话 你其实也有这个机制 但是这个机制就非常慢 所以说我这个疫苗的作用就是 我先给你无害性的训练一次 甚至是无害性的训练几次 我们以前刚说就是 你训练一次然后再加强一次就行了 实际上这个冰身 实际上有个常训常练的 原来没到这一步咱也不那么多说 但现在实际上这个疫苗系统 如果是必要的话 实际上是要经过多次的强化训练 所以说现在后边就牵扯到 你这个加强针到底要打几次 到底要多训练几次 对吧 这些问题等于说就出来 就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这个第一次训练 我就已经训练了一批特殊的部队 他当时呢就武装了 可以起到在外洲训练的所有 同时呢有一部分呢 他就在军事机里边等待 万一有事情呢 他立刻的武装 而且立刻的在进一步增加 然后来参与战斗 所以说而且呢 这个训练的过程越多呢 那你这个反应的速度就越快 反应的力量就可以越快 那这个基本的这个 免疫有关的机制啊 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加强这个作用 实际上就是为了再进一步的来 增强轻易 他产的呢就更高 因为抗体是难以这个长期的维持这个高位的 这就说你看这个 就是说这个B细胞的话 因为病毒要进入细胞的话 它是从这个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次数蛋白 那我们这个抗体呢 就可以把这个次数蛋白呢 给阻挡住 它就进不去了 B细胞的这个原理 那T细胞呢就是如果是这个 这个病毒真正感染了细胞 因为这是一个细胞 病毒进来了 进来以后 病毒呢就利用我们细胞里边的这些 这些设备仪器 那些它本身的复制 一样会复制出呢 就是产生出大量的病毒来施放 那你不就得病了吗 这病不就中了吗 那我们T细胞怎么办呢 T细胞就是有这个作用 就是它呢 就可以把这个被感染的细胞 这个T细胞呢就结合上它 然后你就把这个细胞给杀死 那这个生长 这个工厂呢 比如说这个破坏 那它很大程度上就控制了感染的经过的发展 那这点上就这么个机制 所以说 以事来说 这个刚才这算是第一点 算是就是免疫纪律 免疫纪律 以事怎么来表达的 我想是这样 疫苗出力抗流毒 培训两军百万吃 这里本来是一个提合病 细胞久长 隔岸远 抗体挥落 进门堤 几番变异 风云乱 一旦曾经降十杯 长夜欲潇 风更紧 重训强兵 洗安危 所以说 我这个疫苗是训练的是两军 T细胞一军 B细胞一军 这样的细胞 但是呢 他们在一定时间以后呢 他们就到军事基地里边去拿这些细胞 他不在你这个岸边 不在你门前呢 他离的是比较远的 这个远近 这就是相对于而言 他不在你门前 不在你门前呢 那这不是因为抗体回落进门堤 本来你这个抗体是你门前的徐洛宾 时间长了呢 他就减少了 他减少了 但是呢 他那个部队本身还是存在 但是呢 至少得由你一开始的 总是得有人喷门而入 然后才能把信息传递出去 那你这个细胞呢 立刻反映 对吧 这跟你本来门前有大量的卫兵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为什么你还可以造成感染 但是呢 你不得重力 就是因为你这些细胞很快的就会发挥作用 但是呢 毕竟呢 他们不是第一时间 就把病人给毒藏在外 这就是抗体回落的这种现象 再加上呢 因为这个这些病毒的变异 我们刚才说了 就是今晚我们产生了很多的抗这个次数蛋白的抗体 但是因为病毒的变异 我呢 有些未典 那些抗体呢 就没用了 因为那些那些未典呢 在你这个变异病毒里边呢 它就不存在 所以说那些你本来有一些抗体的训练了半天 那等于是没用了 所以这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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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异 反而保护性减弱的原因 而且呢 最后呢 就像这个Omicron 是吧 这Omicron就成精了 是吧 前面的有几次变 都是一定程度的变 这这次呢 一下子变得特别厉害 是吧 那真正是成了一个完美病毒 是吧 完美病毒 那就一旦成精了 至于成精不要紧 那真是 不管是我们免疫系统 还是这个社会 那真是一片哀嚎 一旦成精将士杯 所以在这 但是呢 这尽管实行很严峻 但是我认为的 这实际上是长夜绿小 实际上是黎明前的黑暗 但不管怎么说 现在呢 我们在重新在这个情况下 因为变异很厉害 那你来势汹汹 那我们的进一步的 这个强兵 强训 那真是就 关系安危了 那当然这就是跟这个第三针 等于说是有潜在的联系 对吧 所以第一个point 就是这个 这个疫苗的现状 它确实是 细跑酒肠 隔岸与案 抗体回落 进门堤 所以说 长夜预销 风争几 咱们重新强并 细安危 那个第二点呢 我就想谈一谈 关于这个奥美科 刚才提到的就是 这是一个新变异 这个新变异 好像比其他的变异 都更加的来势汹汹 大来势汹汹 那他从这个结构的特点上来说呢 实际上他可能会有很多的变异 但是呢 主要体现在这个次数蛋白上面 因为次数蛋白呢 因为跟那个鸟的关系 比较直接 对吧 以前的那些变异 我们可以看到 就说他的真正的这个 次数蛋白的变异 比方的变异 或者β变异 α变异 都是有几个 或者十几个的 这种变化 但是呢 这个Omicron呢 就有接近五十个变化 有这种五十个变化 这就为什么 他一出来 实际上是一个中心 才identify 命名都等到事业下去了 但是立刻呢 从世界各国政府 就立刻才去行动 就是有段行啊 或者什么其他的 好多的这个紧急措施 就是大家一看 这个这个突变 好像你前面都不一样 是这个特别的厉害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 基本的特点 而且呢 这些变化的地方 根据我们前面的经验看的 他一方面 就是变化 有些未典 本来是就是跟这个 这个这个病毒记录有关的 就是说他就跟感染有关 是吧 这也就是我们那个 本来抗体的 能阻断他的记录 这些呢 变化比较大 再一个呢 他有些事就真正是把这个 如果不是抗体 就是他本身 他就因为他他他变化呢 可能更容易跟那个 就是我们细胞上的这个受体 这一次一组的受体呢 来结合了 是吧 另一个呢 那就有一点的变化呢 就是我们的很多抗体呢 就可能会无效啊 因为这些这些 这些微典呢 变化了 所以这些变化呢 就是这两个方便 一个是增强了感染 一个是呢 就逃避了我们的免疫反应 所以说呢 一下子给人一个 震撼的感觉 所以大家呢 那确实是一旦 曾经见了十倍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引起极大的恐慌 但实际的情况来看 也确实是 他这一个变异的特点呢 就是他的传染性特别高 传染性特别高 这个这个简直高的是 超出想象 因为本来实际上 Delta的时候呢 大家都觉得就说 这已经是一个完美病毒了 他的这个传染性 就已经没法再高了 但结果呢 现在来看 可能这个这个 Omicron 他的这个传染性要高几倍 所以说在两三天 甚至一天半到两天多之内 那就可以可以翻翻的 这种感染 这个是确实是 高传染性 但是呢 相对而言呢 如果来看的话呢 他的引起重症的这个情况 确实是要少很多 就是说他的制定性比较轻 这一点 我觉得已经没有怀疑 后边我这个 在在在在在 受警死了 尽管大家都比较保守 比较就是就是就是说 就是比较稳健 不愿意把这个话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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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透 但是因为我今天身份比较自由 我既不是这副官员 也不是这个医生治疗病人 我呢就是一个学者 学者我可以说的自由一点 当然我想大家来参加也是这个目的 对吧 因为我可能说的话 不一定跟你没说官员 说的相当 如果相当的话 那家卫生官员每天都在那儿讲 你何苦来听我的这个取流呢 对吧 就是我这个人呢 可能是因为我可以不负责任 可以不负责任 但是呢我站在我学者的角度 我要保持这个客观理性 或者有道理的 不能不能造谣 但是呢至少我呢 可以不受那么多的这个拘谨 所以我也想重复 重申一次 我这个呢完全是站在学术角度的一些探讨 或者是介绍 既不代表官方 也不代表这个医学界 所以说大家我的那里进行参考 你知道听了这些 如果觉得有意义或者或者是有疑问 那你呢可以这个作为一个起点 去问那相关的官员呢 或者是去问相关的医生呢 那这样的对应才有真正的这个事 我先把这个资论开脱一下 开个玩笑 这个 但但但现在的情况看呢 因为这个事也是一步一步来的嘛 大家都不愿意松这个口 但实际上从一开始 从一开始我就很明确的看到 他这个感染性 他这个就觉得 这种性肯定是低了 但是呢还有一个就是比较严肃的问题呢 就是他不仅是传染性高 而且呢他可以再感染性高 就是我以前得过新冠了 尽管也有好多报道 你得了以后也可以再感染 这个确实有 但总体而言实际上这个比例很低的 但这个Omicron出来以后呢 就发现这个比 这个简直以前不管你得过什么 就很容易再次感染 所以这个再感染率是比较高的 这一点呢 但至于说他自己本身感染了以后 再来这个Omicron感染 他是不是能再感染 那是另一个问题 那个就需要时间呢 才能说话 我个人觉得呢 他肯定是再感染率 肯定会讲的很多 还是那句话 他依然能够再感染 但肯定会讲的很多 但现在这里所说的这个再感染 说的是 如果你得了以前的这些 就是原始的新冠的感染 或者是呢 这些其他这个变异的新冠 都不能很好的这个保护 这个对这个Omicron的再感染 我再强调的是再感染 我没说是防病啊 就是实际上呢 估计你以前得过的 你这个再感染了以后 其实得这种种情况也是大大减少 就是他还是很有保护作用 但是单纯的从这个抗感染 这个角度上来说 这个可能就不太行了 那就不太行了 疫苗也是同样 我们以前的这个疫苗呢 是尽管是也有所谓突破性的感染 就是打了疫苗以后 依然还有人感染啊 但这个比例呢 也是很低的 他们打完两针以后 再感染的这个几率 实际上是第一个还是十 但是呢 现在这个就是 不管你是打一针疫苗 还是两针疫苗 那这个再次突破性感染 机会还是很大很大 很大很大 但只有可能打第三针 这个确实是提高很多 但是呢 也不可避免 你还是有所谓突破性感染 这就是这就是我刚才这个给大家解释的那种 比方刚才我说你这个新冠病毒上本来是有好几个位点 你诱导的是各种不同的抗体 它能接合不同的位点 所以它的综合效应就比较大 它现在如果变化很厉害了 有好多位点可以去掉了 那我以前的这个产生的那些抗体就不起作用了 剩余的这个 已经还有作用的那几个抗体 在你的整体的抗体库里的比例 不就少了很多吗 那你综合的这个战斗力 不就大得降低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打第三阵呢 第三阵也打的时候 尽管我只是针对几个位点 但只要是我足够强 特别高 那依然就可以把这个队给阻止住 而且呢第三阵 免疫相当也是 它可以进一步扩大你的这个特异性 就是说有些如果是打两阵的时候 你就可能接合不上的位点 打了三阵可能有些变成四十 因为它这个免疫反应 有一种叫交叉反应 交叉反应的时候就有时候 一方面有的时候就是完全相同的交叉 有的时候我只是我接合不好 但是蹭个边 但是如果弄度很高的话 那它也可以就接合上了 所以说这个提高了抗体能夺 它对于这个保护实际上去做了 那这个就是这样 这样看的这个奥米库长就有一个特点 一个它传染性又很高 但是它病呢 又这个好像没那么严重 那这个东西 它的这个经历是什么东西 这个实际上总的说是不清楚 但是呢也不是没有这个迹象可循 就是这个香港大学 这个香港又是吧 它呢做了一个研究 它们呢 而且这个做法的话也比较特殊 因为这个实验室可能也有 等于说有些特别的招娃 但因为一般像像我们提上做的 一个呢就是 如果在体外做的 那我们呢就搞一个细胞系 相关的比方说我要研究这个肺 那我呢就是实际上这么多年的研究以后 大家都有肺的细胞 给培养起来了 可以长期的呢来传代 我体内呢就是肺的细胞系 然后呢我放上这个病毒 来看它的感染不感染 或者是有什么反应 这是一般的作法 那如果说体内呢 我就找一个动物 它们最多的最惨的就是老鼠 老鼠经常让我们受些摧残 它呢就是这个 你可以把病毒引入这个老鼠 那有的时候有些病毒 它不感染老鼠 但是假设如果它是感染的话 那它就用这个老鼠 给它感染 然后呢来观察一下变化 是把老鼠在不同时间的杀死啊 或者是抽血啊 或者是做其他的测量啊 从而来看呢 就是体内什么情况 但它这个实验室呢 它呢这个技术也不是他们发明的 是要一直在用 但总的说呢用的不太多 就是它呢就等于说 把人的这个气管 等于说为了其他的原因 方式取出来了 对吧 部分的或者是全部的 取出来了 或者这个肺气管 然后呢 把这个真正新鲜的组织 作为一个 在体外被感染的对象 而这种形式呢 叫做X-Vib 体外的东西就invitro 这个呢都是说是 这个这个用细胞系来做 但细胞系的特点呢 就是因为你配合时间长了以后 像本来它这种 比如说你是肺细胞 它的很多特点 实际上就失去了 你这种体外的这个结果 是不是真正反映了 体内的这个 肺气管的状况 不一定的 但他们这个呢 就好处就是外纲 等于说刚刚 新鲜取出来的这个组织 给它进行培养 然后呢 我给它加上病毒 结果它发现一个 比较有趣的现象 大家可能也知道 就是说呢 就发现这个 Omicron 跟其他的病毒不同 因为它一共用了三种 一种呢就是 原始的病毒 再一个呢就是Delta 因为本来在 Omicron之前 就主要是Delta 然后用Delta 然后又用这个Omicron 三者来进去比较 它用它来 非别呢就是感染 这个气管的细胞 是吧 气管的这个细胞 和这个感染 这个肺里边的细胞 我们知道 你要是这个感染 这个这个新冠 就像是从鼻子进入 鼻子进入以后 然后进入气管 从气管的意识到肺里边去 那实际上是越往上 病毒越往上 它呢实际上 你个人至少 是那个病情 可以比较轻 越往下呢 就比较重 特别要进着肺 的话就成肺炎了 那这个肺炎 如果不能控制很快 全身呢都会有影响 但如果是这个感染 是局限在鼻子 和这个气管的话 那这个相对的 可能就比较轻 但是呢 它比较轻 但是呢 因为你本来 你往外呼的话 也是从气管 和鼻腔出出去 如果是你这个气管 里边比较多的话 那往外出去 也可以比较多 那这样就可以 更多的感染人 对吧 结果他们发现呢 似乎是 发现似乎是 为什么似乎 过来再解释 这个奥美口罩 感染了以后啊 它呢 在这个气管里边长得特别多 这个长的数字呢 很精灵 它在24小时之内 好像比那个 德尔塔 还是这个 就是原始的病多 好像增长的速度 快了70倍 快了70倍 但是呢 如果你在看肺里边 怎么长的话呢 你这个 结果呢 这个发现这个麦克风呢 它在这个肺里边呢 反而增长的 比那个其他的 这两个对焦呢 还慢 也就说呢 它不容易来这个 感染费 或者是来破坏费 那这样呢 就在无论一样 似乎解释了 因为它上边呢 很多 比别的还多 所以说它容易感染别人 对吧 那不是呢 它自己不往下走 那它自己呢 反而不受害 然后不受害 它挺聪明 所以说这个呢 这种解释 哎呀 我一看到这个 Title的时候 我是很excited 说呀 这个真是 算是这个 这个用这个 非常好的 一个系统来 解决了问题 好像是被这个经理的 但是呢 它到现在这个文章呢 认为还没有发表出来 但是呢 它的这个就是这个 news 它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消息呢 来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它附了一张 这个最关键的这个图 哎呀 我看看这个图以后啊 实际上从这个 就是从科学家的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图的对方 我感觉并不是那么思绕 并不是那么思绕 似乎有什么意思 有什么意思 但是呢 其实并不是很强的一个 非常强有力的证据 但是呢 至少从这个方面来说 呃 肯定是实验还是 就是这个研究 是实际上进展 对吧 有必要呢 进一步的研究 是不是 是不是真是什么回事 一方面 这是一个一家制研 是吧 这个另外呢 用的一个特殊的系统 同时呢 比如说 如果实际上我来看的话 这个这个这个data 呃 有点意思 但是呢 并不是非常的这个 特别的清楚 或者是 特别的有说服力吧 所以说呢 这是一个 另外大家呢 可能接受更多的是 就是呢 因为毕竟是 当Omicron出来的时候 被感染的人 或者是这个 接受疫苗的人 已经都是很多了 整个世界 哪儿都是如此 所以说呢 这Omicron它真正所谓的 这个比较弱的这个特点 是吧 就致命性比较弱的特点 也可能呢 还是因为我们大量的人 有免疫啊 不管是自然免疫啊 还是医療免疫的这个结果 当然也可以有其他的原因 是吧 所以总之言之 我的说呢 就是这个基里不清楚 但是呢 就是这个现象 实际上应该说是比较缺失了 它确实是高感染 但是呢 肤病呢 没那么多 那这样呢 就带来了一个问题 至少是大家感兴趣 那这个Omicron 到底是这个魔鬼啊 还是天使啊 对不对 那如果是他 那么强体感染性 同时也不引起重症 他在很大程度 这不就等于是 上帝送来了一个 所谓的活疫苗嘛 这个活疫苗 我不知道多少人 这个知道这个概念 但我们实际上 搞这个疫苗的人来说 那这个是 这也是传统的 制造疫苗的方法 就是实际上 我们大家应用的这个疫苗 比方说我们以前 打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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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豆 这就是活疫苗啊 再上那个 鸡翠活 鸡翠活之炎 估计可能在区域的人 都都接触过这个疫苗 这疫苗都是活的 就是活病毒 但什么特点呢 就是它病毒是活的 但是呢 它的毒性 给基本上去除了 基本去除了 但是呢 它所谓的免疫人性 就是它能够诱导 诱导体细胞 诱导体细胞的 这个能力依然存在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它呢 来感染人 就让这个病毒在你的这个体内涨 但是呢 它拟不起病 但是呢 它同时呢 让你的体细胞和病气胞受到训练 这就是这个 所谓叫减毒活疫苗 而且呢 就是在这个新冠疫苗的开发当中 实际上是有三个candidate 就是有三个潜在的疫苗 就是用这种方法 在研究当中 还一直没有出事 但实际上是早就在 一直在研究当中 那就从这个 从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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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特点上来说呢 它似乎呢 即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 它肯定不是一个理想的活疫苗 因为它肯定还要治病 它还要治病 但是呢 它似乎有点意思 所以这给我们呢 实际上是 当然就是 总而言主要是因为时间还短 如果它真正是确定了 就是无助病很少的话 那它真正会在这个时间点上 会成为这个天使的 我为什么强调这个时间点 因为后来说是 先买个伏笔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吧 这样我就简单的就取了一个 那就是一个国家的这个 这个情况 就是丹麦 丹麦 为什么取丹麦呢 就是丹麦这个国家 它的一直是 在这个病毒监测上 是非常超前的 就说它有大量的高比例的人 这个几乎是所有的人都记得病毒监测 相比 想比较而言 像美国 像加拿大 比这个丹麦的这个监测呢 是要少很多 说这相对而言呢 就是丹麦的这个 它的资料呢 是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可靠 但是呢 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就是呢 我这所分别的是显示的 就是三种情况 就是再等于说几乎是 这是说是一年的 基本上是接近一年的时间吧 接近一年的时间 你看就是当 这个图呢 显示的是新的病例 这个呢 显示的是死亡的情况 这个呢 是显示住院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七病例的话 那个等于说 大家说的一波一波 这是在去年 这是两年的结果 就是去年11月12月份的时候 也就是真正一年前 那时候呢 它是真正的 丹麦的最大的一波 这时候就新病例 新病例从这个几乎没有 然后去升高 所谓新速升高呢 也只卧是在这个水平 然后中间呢 有些波动 但是呢 再就是大约记录这个 十月份左右 那就是这个戴尔卡来临 戴尔卡来临这个病例呢 就迅速增高 迅速增高 那一直到了就是 11月中下去 11月中下去 已经到了 就是接近了 就已经比去年的 这个高位要高了 但是这个Omicron出来以后呢 在短期内 就是高峰 就是直线上升 直线上升 这个病例呢 大量的 短期内大量增加 所以这就是 而且这时候 这个病例呢 大部分就是Omicron 所以说它的感染性增高 这个呢 是得到了很大的支持 但是 如果你看住院 你看住院 本来在去年 你看去年这个 去年十二月份的时候 新病例 现在来看 并不算很多 但是当时住院的人群 是非常非常高 但是呢 如果你看现在 也就是从十二月份开始 是让它住院也在增加 这个增加呢 主要是因为Delta 主要是因为Delta 只是最后的 这一点点小峰 是吧 最后面的这一点点小峰 实际上是这个 是Omicron 所以说这实际上增加 非常有限 病例数增加了很高 但这个这种住院 增加了有限 而且呢 这个住院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它并 相当的一部分人 它是感染了Omicron 但是 它并不是因为 Omicron来住院的 它实际上是 因为别的病来住院的 只不过住院以后呢 都要测Omicron 结果就测出来 它也是阳性的 所以说尽管 这是一个比较小的风 但实际上 就是说真正是由于 Omicron引起的重症 反而实际上是更小 更少 那死亡呢 也是如此 死亡你看着可能有一点 主要是因为 还是因为Delta的关系 就是在这个什么时候 它这个 这个Omicron的 这个整个时间里面 是没有 有多少死亡的病例 所以说这个呢 因为咱有一个比较可靠的国家 因为它本身这个单位 不光是检测多 它整个这个医疗系统的这个记录啊 或者治疗啊 或者是各方面的 都是很完善的国家 对吧 我觉得这个呢 是比较有说服力 而从趋势上来说呢 不管是UK啊 South Africa 就是这个南非亚 还是这个澳大利亚 还是美国啊 包括加拿大 实际上昨天和昨天的 大家如果看了这个National的话 CBC News的话 实际上它也显示一张图 就在那张状况 就新病例明显增交 但实际上住院病人呢 基本上还是平的 增加的非常少非常少 但是呢 这来强调一个问题 就是尽管这个重病的病人 不管是住院也好 这个死亡也好 很低 但实际上已经比加拿大 和很多其他的国家的 这个医疗系统 造成了严重的负担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 大量的感染了医护人员 这些医护人员 可能没得住病 但是你只要一感染就割离啊 所以医院也没有大夫了 没有护士 这种情况以前没有发生过 因为在其他的 这个变中病毒的时候 我们的医护人员 一个打了两只疫苗 而且有比较好的 这个护照防护 他基本上医护感染 基本上不能说是没有了 但是几乎不是个问题了 但是奥运匡人家出来以后 因为当面的人都打了两针嘛 结果这个短期内 有护士的医护人员 这个医护人员 而且这个规定呢 就是说你干了 你要隔离 所以现在我看 昨天的news 今天news 有个人就说了 不隔离了 你都回来上班吧 只要这个身体啊 OK 要么就是大家得 收拾隔离 要么就干脆不隔离 你该回来 能亏了上班 过来上班吧 因为什么 他没别的选择了 所以说从这一行 说今晚 并可能不是很重 但此时此刻 形势 实实在在的是非常严峻 我们真是应该是对他 来进行这个 这个政治的对待 你比方是减少聚集啊 或者好好戴口罩啊 或者是赶快打第三针啊 那这些东西都是有实际的 确实的这个要求 这不是宋人听闻 确实是在发生的 所以说 这个呢 这个就是对于这一点呢 咱也用个 我这是 这什么是五局啊 这不是 这什么也不是啊 这什么也写错了 刚才原来是不是五局 可能改了改了 Anyway 咱就这么继续网上 就是关门 关门讨论这个新变异 说是指的是这个 就是奥隆严峻 铺地改天 传染家具 逃逸增天 男职身外 三途待选 医苗为上 莫靠自然 喜忧惨半 谨慎乐观 我这就解释一下 就是呢 铺天盖地 这个大家不用说了 这种家具逃逸 这个也很明确 我说男职身外 三途待选 就是说呢 你前点 你可能还有侥幸 那我呢 好好保护自己 我不打疫苗 或者少打疫苗 我也可能会你过去 现在看 这是苍天饶果水 你这个 实验难以 这个独善其身 在你面前 很可能就只有 这个三个前途 一个前途 就是接种的 那可能 特别打第三针的 你可能就还能 基本上能够被保护了 另一种呢 就是你被感染了 但是你lucky enough 的也很幸运呢 你还是恢复了 那再一个图呢 那你就 就上席天了 所以说呢 是男职身外 三途待选 所以我个人的观点 就是 一苗为上 莫靠自然 自然也可能会 带来 带来这个保护 将来带来的保护 但是呢 这个风险是 太大了 一方面可以到 很严重的情况 另一方面呢 即使是你没造成重症 但这感染了新冠 这个新冠 这个病啊 确实是比较特殊 有好多的 其中包括全身的波散也好 血管的真病变也好 你可能病床 可能没那么 没那么重呢 也不需要住院 但是你自身所受的痛苦 实际上还是很多的 而且呢 这个长期效果怎么样 大家实际上不知道 所以说 当然说你没办法 你自然感染了就会感染 但是呢 你想试图去 就是我想利用自然感染 我的建议不要这么 冒这个风险 你还是 把疫苗为上 把疫苗为上 但是呢 因为他这个Omicron 确实具备这个高传染性 和低致病性的这么个特点 所以说我们在看待他呢 确实也是喜忧参半 一方面呢 在短期内 肯定会造成严重的破坏 这是肯定的 但是呢 从长期的抗疫 和人体的这个 就是轻体免疫的建立来说 整个人群里面的建立来说 实际上他呢 目录一也是有好消息 所以说基本上是喜忧参半 所以我的观点呢 是谨慎乐观 比较乐观 但是还是比较谨慎与好 这是算第二点我想说的 第三个点就是 这个比较具体的 关于这个第三针的问题 像大家 实际上我前段呢 实际上我的观点 已经表达得比较清楚 说的什么详细一点呢 就是说 确实是 我刚才说了 你这个疫苗 不管是给一次 还是给两次 那他这个抗体 都不可能这个保持高位的 就是我们这个人体的设计 就不可能这样来设计 如果是他要 长期保持的高位 你这个 对每一种这个 敌人的军舰 都在你的岛的周围 永远的布置着 那你呢 有面对的呢 无限多的敌人 那这些军舰 不就全都挡住了 你的换句话说 你血管不就连流都不能流了吗 所以我们具体的机制 就是要适时的 适当的来减少这个军舰 而且呢 到了周围长的时间呢 这个军舰可能就在外岛 就是没有了 但好处是 我们还有一帮被训练好的特种兵 在那儿 它的特点呢 就是能够快速的反应 但它反应是在快速 但往往都是敌人 已经上岛了 我才能够知道 对吧 所以他有时候呢 就会慢半拍 这就是这么一个特点 所以说就是抗体率降低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好比如果现在 这个 就是没有奥米庞出了 那其实没那么严峻 那我们可能就不需要 一定要打第三针呀 对吧 因为敌人的 我们基本上在控制的范围之内 但现在是敌人铺露起来的 这个铺田盖地而来 对吧 那这个量针的这个效果 就不够了 特别是它得降低的吧 所以说呢 这就是这个第三针 这个必要性的提出了 而且呢 也有人呢 确实做了一些这行本的实验 因为时间比较短 所以说呢 这些群体啊 就是这个样本啊 这些都比较小 比较低 人数比较少 但这个趋势呢 实际上是很明确的 而且呢 有几个不同年 就都有类似的发现 绝对数不一样 但是呢 这个结果是都是类似的 你看你想像这个 就是咱说的这个 阿斯利康 这个AstraZeneca 在对抗这个 打两针以后 在对抗Omicron 只有10%的保护员 原来它这个都是 可以打到8% 9%的 对吧 你想Pfizer呢 都是95% 95% 94%的 但结果呢 在对Omicron 打两针了 才只有33%的保护性 这还不是说 它已经抗体降低的情况下 是说的 就是说在那个 正常的一个保护 就好像说打完第二针 两个星期 或者是一两个月 之后就说 保护率最好的时候 它是这个情况下 你对Omicron 也只能有这个保护性 就是这个保护性 就不是光是因为 抗体的降低了 而是刚才我说的 是因为你有效的抗体 大量的减少了 你本来的疫苗 诱导了很多抗体 原来这些抗体呢 都可以来综合这个 这个刺痛 综合这个病毒 但现在呢 由于变异的关系呢 好多抗体被它诱导的 不管事 只有有限的几个 可能还在其作用 那这种情况下 它需要的就是更高的 这一种的抗体的浓度 才有可能在这个时间里 对吧 而确实有证据证明 那就是要打了Pfizer 第三针的话呢 那它这个保护的效果呢 是明显是高了 有的时候可以打到70 有的时候可以打到88 那这个水平就很不错 它就很不错 当然我觉得 就是Moderna 基本上是历史的结果 但现在来看 你要打第三针 那就是 除了有特殊的原因 就不要再考虑 这个什么 阿斯利康 或者是 张森亚的张森亚 这种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因为它的效果 总是说 都是比较弱的 所以打第三针来加强 如果没有其他的经济 那比方说你有过敏 那没办法 都还没有 没有特殊的经济的话 强烈建议 强烈建议 来打这个M2疫苗 而且呢 就是在第三针的 实际上这个安全性上 这个这个这个研究 已经做了做了很久 而且呢 就是真正打第三针的 已经打了有两三个月了 开始了 当然不是因为 不是为了奥美国 但是呢 实际上开始打第三针 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 也就是全世界呢 实际上已经有了 大量的人群做了实验 就如果你现在还在犹豫的话 实际上你可以 可能参考 前面已经可能 至少有几千万人 可能对方估计 至少要有上千万人 也打过第三针 所以说呢 他们也没 就是说 副作用照常是有 但是呢 并没有证据证明 是吧 有这个第三针呢 这个副作用啊 明显地提高 这个 就是没有这方面的报道 所以说总体说呢 就你相信第一针 第二针是安全的 那第三针呢 不要有很大的顾虑 再一个就是说 如果是你现在这个第三针 特别说他没打 特别是因为第三针 现在最最鼓励的 还是老人 特别我 我个人认为就是 50以上的 或者是一无人 不管是 这个是多么年龄 都多么第三针 这就是说你年轻一点 是不是那么着急 也不一定 一方面资源有限 另一方面呢 就是说你这个 是不是那么必要 也很难说 也很难说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第二针 打了第二针以后 你的这个防止重症的这个 这个要求还是很高的 这就刚才我刚才给他解释的 尽管你可能 因为你一开始的抗体 你这个军舰不能把敌人 所当的没卖 但是呢 你就被感染以后 你岛内以前有的这些 这个这个受过训练的特种兵 不管是B细胞 还是D细胞 可以迅速的过来反应 这样呢 就能够很大程度上 来阻止你这个病情进化 阻止他的发展成统症 所以这就是这个 一二针本身也有很好的 但是呢 我还是prefer 特别是老人的 像我这种c年 那这个呢 就说这个 咱俩有风险 能这个 加拿大有 这个有比较充裕的资源 咱就抢先打吧 然后先告诉大家 我至少是已经打了 第三针 那大家就说了 第三针可以打 那将来要打几针 还有吗没完 这个呢 谁也不知道 谁也不知道 这个不确定 因为病毒不确定 因为不确定 但我个人感觉的 将来再打 第几针 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要不要像大家说的 感冒是不是要 一样就是 就是一直年年都打 倒是未必 为什么呢 这个病毒啊 毕竟跟感冒 因为感冒的 为什么我们每年 就是我们每年 所见到的 这个感冒的病毒 是不一样的 它的变化非常大 它说我们这个新冠 也是有变异 也不一样 但这个变异 与这相比 实际上是 小无间打物 无间打物 所以在我们免疫上 有一个是叫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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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叫drift 就说我们这个 刚才我说的那位点 位点 一般你像咱这些变异啊 就说它呢 都是就是说这个叫drift 就是说 相对还是比较 比较小的变异 但是但这个感冒病毒呢 它呢可以出现shape 它有的很大的这个DNA 这种片段 它重新组合 也就是说今年的感冒病毒 可以说跟去年的感冒病毒 完全完全不是一个病毒 完全不是一个病毒 所以这样呢 就是我们 你就是去年的呢 你这个不仅要再打 而且去年疫苗都没有用了 你必须得就是 得完全制造一个新疫苗 来保护今年的这个流感 尽管呢 这个新冠 就是包括这个 Omicron 有比较大的变化 但比起那个感冒病毒的变化呢 不在一个层面 不在一个层面 所以说呢 是不是需要这个年年打 我有关于 但是不要再打一次两次 那这个完全可能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一方面是Omicron 这个感染性 再一个观点就是 因为病毒它毕竟是在变的 当然有的情况 它可能像这个这个这个 Omicron 它可能变越变越好 所以质量性更低 传染性更强 真正成了个活疫苗了 那这是乐观的情况 那但是呢 它也可能变成其他的 对吧 也是有可能的 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活疫苗 就像我说的 这个脊髓灰之炎的疫苗 脊髓灰之炎 它是个很好的活疫苗 挽救了世界上 不知道多少人 但是呢 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 它在某些人 它就可以引起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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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这个脊髓灰之炎 现在你想 加拿大 美国 特别是发达国家 真正的脊髓灰之炎 都是疫苗造成的 而不是因为感染造成的 这个感染性不存在了 在这些地区 但是呢 大家还打很多疫苗 所以说呢 这里边呢 又有百万分之一的 这么个几率 就会有人呢 可以得病 再一个呢 就是你这个活疫苗 现在很好 表现很好 就是光这个给你免疫 一点不接近 但你这个活疫苗 也可以变 在某些情况下 它本来是个好孩子 某一天 一下子变坏了 这个情况也发生过 好多活疫苗也发生过 所以说这个事是 不是肯靠的 所以刚才我说的 脊髓灰之炎 因为咱这很少了嘛 因为脊髓灰之炎 还有另一种疫苗 它本身是个死疫苗 本来这个死疫苗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免疫效率 也不是很高 而且呢 制造啊 或什么呢 就是可能成本更高 其实欧洲呢 在数年之前 就开始有死疫苗 他不用活的 就是因为 你就是1%的这个 W月我也不愿 承担这个风险 然后那就开始 用这个死疫苗 就像近几年 估计也有个 10年8年的我想 这个加拿大这边 也有改成死疫苗 要不用活的 就大家也不愿 承担那个 百万分之一的 这个风险 但是呢 从李登华来说 它是有种可能性的 所以说就是如果 不管欧米狂本身 他这次呢 确实是 我觉得在未来的几个月里边 肯定是会对这个群体免疫 做出贡献的 尽管呢 这可能会使 这个一部分人的健康 甚至生命为代价 这个非常的unfortunate 是吧 是很不幸 但是呢 他有这个科幻现实 那一方面 有一些地方可能我们免疫不到 或者是有的人会被免疫 这个对这个疫苗呢 这个就是 不接受 是吧 风中种原因吧 那总是是 肯定有可能被干燃的人 那必然的呢 就会 有或群或群的这种激怒 这确实不是达到了 穷金免疫的理想方法 但是呢 现实来说 也许它是 为这条问题的办法之一 这个这个新建毒 新建毒的这个变异啊 这次这个Omicron 为什么 就是表现出来这么不一样 前面的那些病毒都有变化 都有变异 但是各国政府的反应啊 都是好像免布就干 但这次一出来以后呢 大家就就就就立刻 坑出是惊慌失措啊 奴隶大敌 就是刚才我说的 因为它突然出来 50多个变异啊 那这个呢 因为以前所谓这个变异啊 一般都是 都是有机可循的 这个变异是个什么特点 像我们说这个 就是手抄本 你还不像喜欢这个小说 一个人喜欢这个小说 哎呀 拿不走 他就赶快抄起来 抄起来 然后呢 后来他的朋友又喜欢 又去抄 所以这一个一个抄 这抄的过程中呢 就会不断的出现错误 这个错误呢 如果是呢 要经过 传了几十本出去以后 大家回头来看的时候 你发现 就能找出这个脉络来 啊 这是那个第一本 然后呢 这是第二本 因为第一本的错误 他有 他有了新错误 就是你能看出来 他这个逐渐发展的估计 是前面这几个变异 都是这个的 但奥美空下出来以后 一下子呢 横空出世 那就是不明则已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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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看出来 某一个人呢 可能是面壁 十年突破壁 啊 一直 没脑风声 结果蹦一下出来 出来以后呢 他跟其他人的变异 差别非常大 我就跟横空出世 横空出世 所以说大家认为呢 为什么会有这种呢 那就可能是不是 因为在南非亚 特别在非洲嘛 比较多的这个 爱子病人 爱子病人的特点 就是他的免疫缺陷 比较明显 是吧 在这些地方 他这个病毒呢 可能在这个 免疫学院里边 可能待的时间 比较长 比较长 所以充分的时间呢 等于说来这个 就是来变化 而他本身的免疫系统呢 又对他呢 没有很好的一直做 所以出来的一个呢 曾经的东西 那种东西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 就是说 如果是有一个特定的环境 那就有可能会造成一种 非常出其不意的 一种变异 那这里呢 就实际上是我个人的 一个比较关心的地方 但是呢 大家不太谈及 就是因为 我们也要想消除 某一个传染病 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就是他不光是在 我们人身上存在 他呢 就是说他只能是 在我们人身上 天花 我们之所以消除了 就有很多原因 但其实一个原因 就是人的天花 他就只在这个上面 所以说我们可以按照 人的这个计划 来进行免疫 那种最终的军处 但是呢 如果是这个疾病 不光在人 在其他的动物上面 也存在的话 那这就麻烦 但是呢 现实就是如此 就是就在北美 就在北美 就在我所在的这地方 就是这个北美的 这个白北路 前几个月就已经 在美国就报道 大量的白北路 已经感染了新冠病 结果在一个多月之前 刚刚就是魁拜克这边 他就说 这边的这个白北路 也这个 测到了新冠 我呢 昨天 今天 出去散步 都看到了 大量的这个白北路 确实是我们那儿 那个路 白里路 真是不多 我其实以前没见 我们基本我们呢 这儿也是很多路 但是呢 还真是不是这么大 白里的这个路 所以但是呢 这儿真是遍地都是 到过我们明天 也经常有路 可以过去 都是白里路 现在这个病 这个病毒呢 实际上已经在这里边 来传播 现在因为在人类 这个情况非常严峻 大家还顾不得这些 尽管有报道 但我也相信 肯定有人靠下 在做我们的研究 但总体而说呢 它到底的 有多大的潜在的威胁 这是很难说 因为当然 因为这个北美的人 你想跟这个路的 这个相互作用 那太多了 对吧 这个是 天天大大去打路 甚至说你开车 都可以撞路 然后呢 你的这个手 接住了路的血液 或者隔破 或者什么 那这个传染上 人的机会实际上 是很多的 现在看不出来 因为你本人 你这个人之间 就已经那么多的传染 那这who cares 那毕竟是几率比较小 但如果你look for future 你要给所有的路打疫苗 空格打不成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这个这个 这个病毒怎么能够消灭呢 还真是 你把人全都打了一秒 也行吗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 它真是有可能还会回来的 所以说呢 到底情况怎么样 那不知道 但是呢 还是那句话 它即使是回来 因为我们毕竟都打了疫苗了 都感染了 都要有了相当的免疫力 它也不可能再造成 真正的 这么大规模的严重的 这个 可能会有局部的流行 所以我估计会持续很长时间 因为我最大的一个支持 就是说 你人体 你人群你搞得再好 你动物 你还在那儿活着呢 对吧 天天在那儿变化 对吧 所以从这个一样说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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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确实是 很难说将来 要不要再打其他的证 我觉得确实是有可能的 但如果单纯的 根据现在 发展的话 我认为可能 机会 不会是那么很大 那当然的同时 我们说不光是 因为病毒在变 那我们也在变 就是在搞病疫苗 实际上一直在这个 来这个就是 改进疫苗 是吧 来扩展疫苗 比方说我们这个 我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 我会在座的 有些这个科学家 他们觉得 这个疫苗情况很好 但毕竟你是肌肉注射 肌肉注射 它造成的是 全身的分布 但真正的 实际上我们的免疫系统 最重要的是 在于这个气道 因为你这感染是什么气道 你有局部的免疫 如果是特别强的 那对于防止这个感染 就可能作用更强 这可能就更有这个 对性 就想到有刚才我说的 一个海岛 那海岛也是有好多 可以有好多harbor 敌人可能都是从某一个harbor上 我部署去见的时候 我在这个harbor中 但如果是你围着全岛来部署 但是呢 这个敌人 实际上只是从几个港口上来 那你部署了其他地方的军舰 某种程度 实际上就是一种浪费嘛 对吧 如果是我 我这开发的疫苗 我这建造的军舰 不是全岛周围来分布 而是呢 就在这一个港口 这个地雷上面的这个地方来分布 那这都可以针对起来 那实际上就是各种不同的疫苗的这个研究工作 上一直都在进行 我们有一点相信呢 在未来呢 也会有大的发展 包括针对这个普通变异的 包括上 Omicron 已经这个Pfizer 已经搞出了这个这个 对这个Omicron的这个疫苗 而且好像这个德国 一下子就定了这个八千万 八千万 是这个这个这个Omicron的这个疫苗 所以说这个方面的研究呢 上也是在进行的 这个这个 那只能是很多事情是 边边走边说了 所以这个呢 总结一下呢 就是这一点呢 就是 第一句 我估计大家是人人 就是 谁说话也会说出来的 到底有完没有完 两针钢棒又增添 我说呢 病毒变异新挑战 是末期前功要老三 给站了个注 说的是老三不是小三 大家不要这个误会 这个 所以说呢 现在看的第三针呢 还是很必要的 是很必要的 特别是对于这个 老年人 年移比较弱的人 或者是义无人员 健病比较多的人 这个第三针呢 还是 第四个问题 我想这个上面介绍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小儿这个接种的问题 让小儿就我们知道呢 就是说一开本来的接种的开始 那都是 是从这个18岁或者16岁的基本上成长年开始的 后来呢就是扩养到了等于说12岁到17岁的这个 比如说又死马上要开始这个就是接种 现在呢不长时间以下开始呢 又开始从这个5岁到11岁的这个情况呢 也开始这个这个接种 因为这个12岁以上的这个已经接种了大量的人 其实基本上没有看到什么特殊的报道 从来说安全性呢 还是 大家好像没有特别担心 现在真正比较新的呢 就是这个5到11岁的这个人 是刚刚开始 是刚刚开始 实际上有关的资料呢 并不是很多 因为我知道很多家长可能对此可能比较关心 比较关心 我看了一下呢 我也没看到真正的这个临床三期的这个论文 这个论文可能还没有出来 但是呢 就是说他呢 这个就是当时在 真正 当然是他这个就是作为公司 特别是Pfizer这个研发出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三期实验做了以后呢 他当然为了审批嘛 当然是不管各个国家的这个政府部门啊 或者是这个负责的机构 他也提供了详细的资料 那他自己呢 他也呢就是公布了一个纪念的 像一个简介系的东西 就是他这个小孩的三期呢 是做了4500 我们知道前边的那些几个呢 像Pfizer什么的 刚开始成人的时候都是做了三万人 做了三万人 那这个4500人的相对就比较少 但是呢 4500人实际上也是有了他的数字 像做了个三万人 这都是比较特殊的情况 毕竟就是因为这个新冠的感染性啊 太高了 你确实以你的短期内 你就可以收集了 因为你要收集这些人 因为你是一方一半是对照 一半是病 你没有这个病人数 你就没法做这个研究嘛 所以说呢 在成人身里边 可以大量的把清理收清 但小孩呢 因为他本身呢 总体而言 这个小孩感染新冠的几率就低了很多 那种病的几率也低了更多 所以真正要收集三万个小孩 实际上是很困难的 因为他毕竟有个时间的要求 尽快的出结果 而且4500人呢 就是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 可以被接受的 标准的科学的一个数字 只不过你如果单纯的去跟成人 那个结果比较的话 感觉它少一点 但实际上应该说它是足够的 而且这个所谓这个 这个小孩这个计量 用的计量也不一样 它是我们成人计量的 就是三分之一 就用的量呢 等于说就更少了一些 这呢随便说一下 大家可能看到 你会说这个Pfizer 跟Moderna大比较的 就发现呢 很多人说 我打了Moderna 好像是反应比那个Pfizer 要更多一些 当时呢也有些结果显示 你可能接种这个Moderna的人呢 似乎是抗体性能更高一些 甚至保护的效率 似乎可能还更高一些 这两者都是一个道理 为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 就在成人的这个医疗里面 这个都是MRE疫苗这两者 对吧 他们是非常实际上是很类似的 但是呢 这个Moderna疫苗呢 它里边含的MRE的量 是个Pfizer这个量的三倍 也就是说你给的剂量呢 是比较大的 而且呢 在这个Moderna的这个两针的这个 免疫里边呢 它中间的间隔呢 是一个月 而这个Pfizer呢 是三个星期 我们现在都知道了 实际上你打第一针以后 打第二针啊 最好是不要特别快 三个星期可以 但实际上等于两个月 甚至两三个月 反而可能还更好 是吧 从这个意义上说呢 因为你Moderna 一方面是用的机量比较高 再一个呢 中间的间隔呢 隔了一个星期 听上去好像是 也能比较低 但从连异反而要多少 可能还真是 比较有意义的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Moderna 这个 似乎在某些方面看上去 比那个Pfizer还要更好 实际上是 而同时呢 它反应比较重 也是因为 因为它打进去的 东西多了 对吧 所以说你可能感到 是不是疼痛啊 或者发烧啊 或者是会稍微的高一些 好像大家是有这种印象 所以这是这个 就关于临床三期的这个 这个情况 那结果是4500人 对吧 他发现了 就等于说这个 就是疫苗也是安全的 包括平成人的 总比说这个效果上的 没有多大的差别 就是不管是效果啊 还是这个 安全的这些 就是副作用啊 这些指标啊 基本上都是类似的 但是有一个呢 让我个人感觉 有点稍微 的地方什么的 就是说他提到呢 就是这4500人 确实是发现了 有这个 就是心肌炎和心肤炎的情况 这是这是Pheiser 这个我们知道 就是 经过这一年多的 这个这个这个 我后边还在谈 看来更多一点 就是这个Pheiser 真正让大家比较concern的 其中一个 几乎是唯一的一个 一个比较concern的 副作用 就是呢 他确实是 似乎是 对极少数的人 他本身 可以引起心肌炎 或者是心肌炎 好处是呢 都比较轻 而且都治好了 而且很快就治好了 几乎是没有人死了 但是呢 他这个英国关系 基本上科学界是 是证实了 但是呢 在这个就是成年人的 打了那么多的Pheiser以后呢 结果发现了 他的发生率呢 基本上是五万到十万人之一 一例 那换句话说 就是如果是 你是做了四千五百人的话 几乎就没有可能会碰到 一例这个心肌炎 或者说 你不拉可以碰到了一例 但是呢 在他这个报告里面呢 他提到呢 他确实是发现了 有心肌炎和心肌炎 而且他没说是几例病毒 那咱就可以理解 肯定不止一例 对吧 至少是两例 或者是三例 那如果是三四例 四五例的话 那这不就是千分之一了吗 千分之一和这个五万分之一 这个差点有点大 这个这个 所以说是不是在小孩这种几率 发生的几率更高一些呢 我连数据都没有 所以我也不敢说 我只是从说 因为他的报告里边 他随着说了 我一共做了四千五百人 结果就发现了 而且他肯定不是翻译一例 他肯定他就说了 对吧 所以说呢 如果说你说两例的话 那就两千分之一嘛 你两千分之一 给这个五万分之一 这个 big difference 但话也说回来 因为毕竟他是比较轻 而且他也都治愈了 所以小孩也是如此 所以说从安全性本身上呢 并不一定是特别的担心 但只不过是 这个小孩跟这个 成年人的这个大的差距 是让人感到有点比较好奇 比较好奇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因为他这个发生一般打击 就打这一后几天 甚至说两三天 所以说实际上是 因为移民 移民疫苗嘛 这个东西 小孩打疫苗 一点不稀奇 实际上大部分人 都是一出生打疫苗 你想那卡电苗什么的 都是在产行里 就已经比接中了 对吧 所以说小孩打疫苗 大家呢 就是比较 感算是因为 这是一个新疫苗 特别是二人疫苗 所以大家呢 肯定有感觉这个什么 但实际上的小孩 疫苗这个是 也有不变 但现在情况是呢 确实从而未空 因为原来呢 大家对小孩 包括我自己 我对这个小孩来打疫苗 我不是特别的 特别积极 我也说不出 特别的理由来 好像说这个 就怎么着了 对吧 但是呢 总觉得因为小孩 毕竟他感染率比较低 严重的距离带也很低 所以说 而且原来小孩打呢 主要是为了保护老人 是吧 但现在老人都打了 小孩是为了打 我一直是有点这个事 但现在看呢 就那么有空 他确实是 好像对小孩的这个感染了 确实是增加了 他依然是相对较低 但确实是增加了 而且重症呢 好像也开始增加 所以从这个一样说呢 这个危险性呢 是比以前要大 因为不是说吗 一切都是个平衡嘛 你到底是哪个一种危险 你打疫苗危险 还是特别危险 对吧 小孩呢 既然是如果是特别 开始增加 对吧 而且在现在看 如果小孩不打 他可能要困住 整个感染 可能这是比较困难 所以从这个一样说 可能小孩打呢 可能还是 也是有意义的 对吧 所以美国加拿大 都是已经普遍的 就说是鼓励接受了 对吧 这个 就都打 但英国呢 就比较保守 他还是强调呢 就说这个 如果是这个小孩 如果是有 某种意义上的免疫 有缺陷的话 他应该打 如果是你即便正常的话 他呢 就不鼓励 但是呢 他也不说不鼓励 就说他呢 也 如果你问到 其实我干的一个过程 就是问到相反意义 你答了 可以答了 还可以答 就是不足 至少是不足止理打 打不足理打 因为这个 不鼓励这个词 说起来 有好多含义在这 至少是不足止 但是呢 他确实是强烈的鼓励 这个 没有缺陷的那样 另外一个参考呢 就是刚才我说的 因为12和17岁的人 他呢 这个就是打的已经比较多了 打了很多了 而且也没有什么特殊的 遗传的报道 所以说呢 我个人的就是 有一个就是经验性的分析 我这个小孩是11岁 10岁 那更接近12、17岁 那你可能打的时候 就这么放心 那如果说他是5岁、6岁 那那个 好像这个支持的结果 那就比较少 你可能就稍微保守 对吧 那这样东西 几乎就是一个农民的思维了 对吧 没有多大的科学性可能 但是呢 这个 我觉得也是可以是做了一种 其实我以前 可能不一定是在咱们这个 这个 这个文台上 我在这个 曾经说过 因为我觉得小孩 对这个打的话呢 应该是 逐步的去往下走 不要一下子搞一个 5岁到11岁 我更觉得应该是 从12岁 你可以看到 10岁到11岁 然后没有什么 然后再 再往下 那个8岁到10岁 我觉得能不能一步一步往下走 一下子5岁到11岁的这个 这个落差呢 我感觉有点大 感觉有点大 但是还是有 因为毕竟 有这个三期实验的这个 这个结果证明 它总体上是安全的 是有效的 是吧 而且当然像我 那么想法呢 可能实际操作起来 是不是更困难 拿出管理上 但是呢 作为家长的话 我就说如果是 你不担心 我觉得一定 我也不要担心 你要担心的话呢 你要说让我给你出个主意 那我就说 你的孩子越靠近12岁 你可能更积极 你要说越是5、6岁 你可能相对呢 肯定保守一点 因为你晚打 晚打几个星期 你可能就得到更多的 这个间接的 显示世界的数据化 来帮助你来做这个事 但是呢 对于小孩 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 一个 是不是这个 小孩打了健康是一个问题 再一个是不是 对将来的生殖系统啊 或者整个联系统 会造成这个永久的损害啊 那这个东西呢 特别是因为有好多自媒体 甚至有些 打牢机的人物 在那遭遥祸中 这个呢 搞得大家呢 就比较紧张 从这 这两个种细胞 我倒认为它都是个问题 因为像从免疫细胞来说 免疫细胞就是大量死 每一次暖瘾反应 都会激活了 很多大量的B细胞和T细胞 大量的升高 然后来给某一种感染 来进行战斗 一个星期 这个战斗结束了 眼前就大量的细胞啊 这细胞干什么 立刻就自杀 真是自杀 所以我们叫这个 Programmed Death 他们完成任务了 我们就自杀了 而且自杀的时候呢 不留一点痕迹 那真是灰灰时候 不带走一片云产 就没了 这个免疫上叫做碉 就碉落了 没有了 每一次免疫反应 都有大量的 无数的免疫细胞 我们的免疫细胞的再生能力 是最快的 最快的 那生殖细胞也是如此 你生殖细胞 大家不知道快吗 对吧 一次射精 是多少 多少生殖细胞啊 五亿个精子 平均数 五亿个精子 在这个生殖年龄的 这个什么 你要再生多少啊 你就说你这四个疫苗 把你的怎么着 给损坏了 损坏了你的免疫细胞 损坏了你的这个生殖细胞 过一晚上就 新的就出来了 那真是千金散尽 还不来啊 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实在看不出来 他怎么着就造成了永远的影响 还是那句话 除非你说这个疫苗 把DAA给改变了 你的这个这个这个东西呢 你这个把那个就是把你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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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基因重新给 给给给给整合了 那造成了不断的产生 其实在这个这个这个 这种这个这个 这种MRE 产生这种蛋白 那是不是这么回事 我不知道 但是呢 这种现象是不 一开始也有人有这种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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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而且也有些这个体外的 42倍的实验 好像这种可信似乎也有 其实没有啊 是吧 你这个MRE 你这个疫苗 它不会整合到那 DNA里边去的 它也不会把它的 转制定义 这个核里边去的 实际上这就没有发生了 那只要这个不发生 你就是你这些 疫苗打进去的时候 把你这一批免疫洗胞 把你这一批生之洗胞 给破坏了 第二天就生不出来 这也就是 我们打了医疗 打了这么一年多 实际上专门有人研究着 还就是打疫苗的人 是不是生吃功能又改变了 是不是生孩子生少了 怀孕的少了 还是没有啊 完全没有啊 就对现在的生吃是没有影响 那对将来的生吃更没有影响啊 它竟然没有长期的那种 发展的可能 那至少李立航来说 它怎么就永远的改变了 能免疫和生吃呢 我实在是想象不出这个 就是这个理论的一句 那当然更加呢 有没有现实的一句 那你说长期 那这长期只能长期来检验 但至少你得有个理论依据吧 至少从我的观点 我看不到它有长期 这方面影响的这个 但有时候大家可能担心心机啊 或者担心这个神经啊 因为那些在生物力非常弱 所以说你可能担心 你可能更多一些 但现在看 实际上这个 除了刚才说的这个心肌炎 那这个疫苗对这个神经的影响 具体上是没有证据的 反而是感染 对神经的影响是明确的证据 对吧 那更不用说心肌炎 心肪炎了 那感染西班的病人 发生心肌炎 心肪炎的很多很多 血管大量的病人很多很多 疫苗实际上是没有证据 那作为你不让一个科学家也好 或者你不让人也好 你有所concern 这个都是就是你有所担心 这都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而且也是应该的 特别是从科学家懂的 你是应该有那么担心 但是呢 你一方面就是要寻找它的理论依据 同时呢 你要寻找它的实际证据 如果这两者你都找不到的话 你依然可以表达你的担心 但是你应该把这个说清楚 你只是担心而已 但它没有 但我个人呢 就说 理论上我找不出这个担心 那现实的报道里边 我也没听到这个 那你让我猜 那我猜我就不认为这是个问题 那千金散金 还有附来 还有附来 有诗为者 这个这个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就是中国人这个写诗 而且包括中国的这个 这个写家 总有一个传统 就说你这个诗啊 这个这个这个 因为我看一些 不管是美人也好 有些军事 以前的这个这个诗 人家完全说过的 人家说过的 或者说呢 但实际上就是写古诗的人呢 有时候是强调这个引用 但这个不是很普遍啊 不但发生但是并不是他被顾虑 但是呢这个所谓话句 就是把这个原来的古人的句子 然后呢用 改头换面的形式把这个语言拿出来 反而是一种很好的技巧 让大家更容易 大家有这个会心一笑的感觉 那另一种形式呢就是 极句 什么叫极句啊 就是我一个字不自己写啊 我呢从不同的诗人 不同的作品里面 都抽出一句来 我重新组合 但似乎呢 又是一个合乎清理的 有逻辑的 这么一个形式 但是每句话呢 都是来自于别人的 这是一种特殊的创作形式 叫做极句 叫极句 所以说呢 刚才他的这个话题 他随便我们说 是千金散尽还复来 江南又见雾化新 长江后浪推前浪 并出前头满木春 那当然这些这个诗人 大家都是不能熟着再熟了 只有这个 其实这个刘福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这个我也没记住这种 我查一下 实际上也不是刘福自己 自己做的 他只不过是在他的著作里面 他说古人曾经有 长江后浪推前浪 那当然那古人是谁不知道了 所以只能让他来这个 这个贪 贪天之功吧 但其他的这个 这个三位诗 大家都是玩熟能详 而且呢 这三个句子 可能是大家说的 再多不过的 正好这个 可以灰心一笑 所以关于小儿接种呢 我想这个 也是用个气诀来总结一下 小儿接种本平常 一出娘胎早适常 顾虑新增 堪理解 是非明鉴好权衡 这个这个恒似乎不不亚运 实际上这个恒是在一个运步的 那就是说小孩呢 这个 接种是肯定很平常的 对吧 但是呢 对这个新增的顾虑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刚才呢 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个 就是我个人认为 可能有一点实际之道意义的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你愿 反正是要权衡 要权衡 这个这个这个 那总的说对于 但具体的一个建立 毫无疑问 肯定是很好的事情 但具体的 你具体的孩子怎么操作 那当然就是这个 利弊的权衡 这个是比较重要 这个我 哇 应该又买了十多块 我记得说 不排完了 所以呀 这个这个 我再一个呢 我就想 还是因为这个 大家可能最关 大家以后不太怀疑 这个疫苗的这个 就是有效性 但是那个 可能关心点 还是这个安全性 安全性 我想我们刚才 所以我想在 在那个 整理这个问题 的时候 都说了一句 都说了一句 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实际上这些疫苗 真正的 尽管是很多的副作用 特别的早期 大家都一些危险性 大家都有一些议论 或者有些考虑 或者有些追究 但是呢 这么多 几十亿人的接种 已经经过了 而且已经经过了 一年多的时间 这个实际上 归宾结底 这些疫苗 存在着重要的副作用 就是这么几个 一个是严重的过敏 哪个疫苗都有 我们以前用的疫苗 也有 现在这几个疫苗 也都有 但它的发生率率 就是很低 就是说 这种严重的过敏 着实的过敏 也休克了 这个呢 就是说 它对发生率呢 基本上就是 十万分之一 二十万分之一 而且呢 对于这种严重过敏 我们的治疗手段 也是非常非常成熟的 实际上像这种 严重过敏 像花粉 特别在北美 真的 小孩里边非常常见 有些小孩 常年就是 带着这个 吸毒的 非常严肃 如果是你瞎的 发作严重了 就一吸 就好了 对吧 所以这现在的注射点 实际上也都有这些药物的配备 就是实际上 尽管 确实报道了一些这种严重的过敏 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人死亡 就是因为我们治疗手段是非常完善的 只要你严格的遵照 就是打完整以后的观察15分钟啊 30分钟啊 是吧 这个呢 听上去实际上是很可怕 但实际上呢 没有造成了核壁性 那再一个就是比较特殊的呢 就是特殊的血栓 这个呢 主要是在这些医疑 就是以这个 病毒为在体的这些医疗 主要是 阿斯利康和这个 这个亚生的 这一秒呢 就是他确实是发现了 有这个特殊血栓的问题 而且这个现象呢 确实是存在因果关系 什么叫因果关系 就是真是 由于你打疫苗 就赢钱 有时候经常有些事情发生了 是在你打疫苗的事情 是会同时发生的 但这并不屹立着因果关系 因为我们人一天到晚在得病啊 对吧 你就是不打疫苗啊 你可能此时此刻 你可能心脏病发作了 对不对 但你这些人发作 并不是因疫苗引起来的 但是呢 他可能有很多世界上的巧合 特别是人多的时候 每天都有几百万人 全世界可能在打 那这个发生一些巧合 实际上是很多的 这就是当时报道了 很多的这些这个 附作人 但实际上呢 你真正要说这个疫苗不好 你得证明他 真真正是你以为疫苗引起来的 而不是疫苗打的时候 他同时 有其他原因在发生了 因为这么多人 什么都随时 随地这个都可以发生了 是不是 你也不是说 你要说这个 这个 八十不留作 对吧 你要是老人 八十岁老人来看你 你就别让人家做了 说讲就好话 拜拜了 对吧 因为这个老人一做一下 说明中就可能出问题了 这跟你没有关系 但是他随时都可能出问题 对不对 疫苗也是如此 但是呢 就说这个 这种这些特殊的血栓 特殊的血栓 这个呢 特别是就是这个 学校不好减少性的这种血栓 他确实是看来 阿斯利康跟这个 就这样 真是有这个问题 但是呢 这几个很低 十万分之一到二十万分之一 而且呢 因为我们对这个学栓 比较了解了 现在实际上的治疗手段呢 也得明显改进了 也就是说呢 早去的时候 确实有人因为这个血栓死亡 但现在好像因为这个血栓死亡的人也很少 因为大家对他的发生 的规律 好像说时间 或者治疗的手段 都已经比较明确的了解了 所以实际上这个危险也不少的 但是呢 它是现实存在的 但是呢 现在已经特别是在美美 因为不太强调来打这些疫苗了 因为本身它的效果呢 就比起这个M2疫苗实际上要弱 是吧 再一个呢 因为这些安全性的问题啊 这个目前呢 就是不管加拿大要好 没有也会 一定不鼓励 打这些疫苗 所以我呢 也就是如果你没有特殊原因 比方说我对M2疫苗过敏 那没办法 对吧 否则的话呢 你要有这个M2疫苗 就还是打M2疫苗 除非呢 再说话 你打这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因为毕竟发生的有什么低 但它是客观的 客观存在的 它特点呢 发生的就是年龄比较大的 特别有数以上 至少是无数以下 无数以下的人呢 就比较少 很少 而且呢 是在女性 但是呢 这个心胞炎和心肌炎 就不一样了 它呢 是发生的M2疫苗 大核疫苗 这个是原因 我们还是没有问题 发生病呢 也是很低 就刚才我说的 实际上基本上是 同纪是5万分之 5万之一 而且都是在年轻的 30岁以下的男性比较多 打出这个特别的 这里边呢 谈到这个时候 就让我 就想一个人 现在我对这个东西 是比较关系的 因为它这个发生 这个心肌炎呢 还有个特别 它是往往是发生的 第二次注射 第一次注射呢 也不是说没有 但很少 它就第二次注射 既然是第二次注射呢 一考免疫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个事总是活动的时候 是不是跟免疫反应有关系 对不对 我们知道这个 我们打的这个 这个是 就是肌肉 这叫骨骼肌 实际上这个疫苗的主要是打进去以后呢 它的这个MRA呢 就进入了你这个骨骼肌的细胞 当然里边也还有其他的别的细胞也可以进入 但主要的是 是骨骼肌细胞 骨骼肌细胞呢 用特殊的这个免疫的方法来这个检测 用抗体来 就是抗这个 次度蛋白的这个抗体 来进行结合 就发现这片 一片黑 就是上面这些细胞的 都调达了 就是这种蛋白 所以它主要的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产生 当然它是不是 也会到其他地方需要 也会到 但毕竟那个量呢 可能很少 但是这个 我有个比较大的担心 这个呢 就由黑曼来检验 就是 本来你往肌肉 往这肌肉这么大 我们就这一块肌肉啊 里边的血管 实际上是 就大血管是 理论上是什么瘾的 所以说你抓你的耳球一打 不会打到血管就去 这是一般这么认为 但是呢 我们这个 实际上这个解剖血 我们体力这个变形 也都是存在的 确实有少数人 它这里边是可以有比较大的血管 所以这夸张的说 你知道我们这个 知道这个西藏都是在左边 对不对 但有的人是会叫右 右卫星 他的心脏在右边 这种人也有啊 现在我们是谭文化的 全世界 一上都是几百人 几千 几百万人 几千万人 几亿人 那这里边 你这个 这里边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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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血管的人 如果绝对输了 也还相当有什么 如果你这一打 继续 它催着血管 就大剂量的这个 然后如果一时间 激入了血流 那你这个心脏 是首当其冲啊 而且呢 你这个心脏 这个肌肉 要是肌肉 它跟这个骨骼肌 不太一样 但它毕竟也是心肌啊 也是一种肌肉啊 所以说 你如果是这里 一下打进血管里去 打量的 呼一下到了心脏 somehow 你这个心脏 好像有点疯了 whatever是吧 就说这个 这个东西 进到你这个 心肌 心肌细胞了 然后呢 它在你这个心肌细胞上 如果表达了 那第一次 因为它 因为它其实表达 肯定的量 肯定是很低的 肯定很低的 但是呢 你第二次在打的时候 因为你体内有很强的 这个剃气泡 我刚才说剃气泡 它本身是可以去杀伤细胞的 对吧 如果这个细胞 如果是表达这个 这一种蛋白的话 那如果你第二次打的时候 第一次可能也没进去 或者是我点进去了 肯定没对关系 但他呢 可能 因为他这些 这个人可能就是这个肌肉里边 比较大的血管 第二次打又打了血管 就去了 对吧 一下子呢 他在你这个心脏上又表达了 但你体内已经有了 很大数量的这个 抗这个这个蛋白的这个T细胞 那这个T细胞 会不会对你这个心脏的细胞 来进行攻击呢 还是 我没有适合的证据 但是呢 至少从李宗安来说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他说是存在的 但是呢 还是那句话 他本身的发射率很低 而且呢 他也很轻 可能也没有多大的concern 但是 至少从技术上来说 有一点呢 至少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 会减少这个可能性 至少呢 能够减少 我的concern 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注射的时候 抽回血 就是你这个注射器 扎进去了 现在就是说 你注射器 这头扎进去 然后呢 就推 然后就进去 实际上我们多少年 包括我们在中国 这个在卫生 也不包括中国 就是实际上世界各地都是如此 他都是 这种这种 技术注射都是一个标准固扎 都是一个标准 就是先扎进去 然后呢 抽一下回血 就是说 你注射器这个栓呢 抽一下 就如果正好在血管里边的 或者说万一在血管里边的 你可能就看到 你这个精管里边有血 有血出来了 那就知道在血管 那你敢从应该就在换位置 或神或钱 或者是说在账 这样呢 就是保值的 不要到这个血管里去 但是呢 现在绝大多数国家 像中国可能还是如此 好像也很多国家也是如此 但至少在北美啊 这个都不这样做 而且因为他以前也是这样做的 只不过在近几十年里边改变 改变了 他改变他改变的理由 其实无所谓 但是呢 因为他毕竟是认为 这个血管里边 根本就没那么大血管 这不太可能 但现在问题是 你现在讨论了 几百万几千万人 对吧 而且这种发生率 也只有几万分之一 那你敢说几万分之一的人 这里没有血管 有的 肯定会有的 而且事实上有时候 你看你找这 呼呼一股血流流出来 那肯定是在血管里 不会是不在血管里 所以说呢 这个这个 从这个一样说 其实只是单纯的从 减少我的这个心理 concern来说 你抽一肯回血 我就感觉 麻烦 comfort 那可能这东西是不可避免的 但我认为至少 我说那种可信 可能就不太取代了 但问题是呢 但是现在不这样做 不这样做 所以说 这里边其中有一个科班的原因 就是有的心理注射器啊 你现在想抽就不能抽了 就是就是 你你你一开始 你把药抽出来以后 到了位置就只能往下 就不能往后抽了 这也是个科班的现象 有一个注射器就这样了 这个这个这个 但我刚才能说 这地方我是 就对着我现在说了一句 而我想再重处研究 我没有任何的证据 但是从一个免疫学家的 这个这个角度 来分析这种抗性 我觉得这种抗性不能排除 而且刚才这个这个 对 我说的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像 阿斯利康里这一点 它能够引起这个血栓 原因是什么东西的 其中有好多的这个 就是试评 什么的 就是说 就是因为这个 粗担的引起了 实际上不是 这个原因已经清楚了 这个原因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 你用的这个 因为这两个这个这个 这个疫苗 都是用的这个病毒的载体 这个病毒载体呢 它它它它呢 这个就是 如果大量的进入血流的话 就跟包括刚才 昨天那种情况 尽管你打气肉的话 可能进入 不会大量的进入 但是呢 如果是有血管 真正的比较大量进入血流的话 这个病毒上面 它有比较高的这个负点痕 这个在某种 就是很罕见的情况下 就是你体内的 这个跟这个血流板 有关的这个因子 就叫四号因子 这个因子呢 就有比较高的正点 结果它就可能一下子 跟你这个病毒来结合 这一结合以后呢 它就可以用到抗体反应 然后这个抗体呢 就反应了以后呢 就相当于形成一个连接这样以后 就等于说 好多个这种的这个 这个结合物给连接在一起了 这就可以形成一个血栓 现在呢 基本上科学家 会这一点搞评论 所以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是跟这个 刺濫完美的关系 但是呢 就在报告这个东西 开宗明义 他就说 就是在某种情况下 这个这个医疗 进入了血流 就是一般情况下 我们认识 它不进入血流 但是进入血流的少 因为这个复权化的关系 引起了这一系列的变化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们就要尽量的 避免它真正进入血流 而且动物实验 也有证据证明 就是说你 真正给这个动物 打 这个这个就是 把整个疫苗 全打到血里边去 不是打到血里边 它确实就是造成了问题 就是应该避免 它进入 这种的 这种大量的血流 实际上少量的 从某种血管 从某种领化液 那进入 那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但我说的是 一下子大量的 这个血流 这个呢 即使不造成新疆的面积 至少也会 有可能会造成这个 就是血栓的面积 但是MRA 因为它不存在这个 这点核负点核这个问题 所以它也 其实也没有证明 这个MRA 但至少就是 这么有奥斯基康 这种决定义 它确实是 有这种机制 是已经比较清楚 比较清楚 所以说这就是 我觉得值得 值得来 来 反复重申的副作用 这样就是这几个 所以顺便呢 我也想谈论几个视频 我特别看到两个视频 都是间接的 都是有人 这个朋友 发过来 或者这个什么 这两个视频 都是一个大佬 结果呢 说的就是为言送信 我说实话 这两个视频 我看的时候 都是 费了好几遍的时间 我才把这个视频 看完整 因为我看的时候 第一反应就是 恶心呕吐 这个是有 忍吐的感觉 我就无法想象 这个人性会 饿到这个程度 饿到这个程度 就是说 你还是科学家 不管你过去 怎么会 把人性 会饿到如此程度 我说的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上面 说了好多 四十二岁的东西 你要说 他是有个人 有科学家的角度来 有担心吧 你说的再严重 也没问题 你说这种可能性 不能排除 或者我认为 有可能会成长 那就是你的观点 没问题 但是呢 他整个的都是 就说 这个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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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会怎么回事 实际上这些事 都会有 但是呢 这么一说呢 大家说也没有用 那我 这几个事情 基本的情况 个体有整体混为一谈 体内有体内存混为一谈 医疗有感染混为一谈 猜测率事实混为一谈 平常有紧急混为一谈 意识有永久混为一谈 左而言之 就是搞一个大杂烩混为一谈 咱举几个例子说一下 比方说 有一个视频 就说 你这个打了这个 醋头蛋白以后 结果就在造成微血栓 他说微血栓 我不说八卦栓 是微血栓 结果这微血栓呢 这个报告 这些报告的 你要是真正看这个报告 说实话 为了这个问题 我这一段时间看了一些 做这些实验的人 我并不是很不内容 这些做实验的人 因为我就说 因为你的科学家的 这个天职就是质疑 对吧 就是质疑 而且呢 就是提供另一种 这个更确切的 避免这个 我们支持为政府 或者为各个人来误导 对吧 做这些实验是没有问题 单白能不能做的吗 比如说 他第一 他说打了疫苗以后 结果他发现 不光是在这个肌肉里边 有这个刺激蛋白有报道 实际上呢 在其他的器官 也可以看到这个 刺激蛋白 这个实际上 他不可能看不到 对吧 但这是用结果吗 实验试证明 他能看到 甚至说 可能在你的什么 毛血管里边 看你也能测到了 这种蛋白 在某一个时间里 对吧 然后呢 他呢 就在体外 在体外呢 就是活泼色蛋白 加到一个模型里边 放上去 然后再发现因子 就会发现 这个 这个色蛋白呢 就可以会形成 微小的血泛 参与了这个过程 然后他有个动态 这种模型 模仿血流 结果发现这个呢 就可以被充掉 实际上这个 就是微管 也可以被充掉 但是呢 就是如果是病毒 这个感染上 结果呢 他就可以 比较大 他想用这个结果呢 来说呢 除了蛋白 本身就很一心 不已经有血水 那你想这种 这不就是个体 整体会为一谈吗 什么意思 比方说 你说你当馒头 结果你发现 病人 一帮坏人 他们都带着馒头 而且我如果是 不给他馒头的话呢 他就干了一件坏事 结果我说的这个馒头 干的坏事 就馒头就是坏事的原因 然后他结论呢 就说我单独 给一个馒头 他也会发生 这个坏事 他能吗 这不是一个概念 你馒头 可能参与了 这个过程 坏人也要吃饭呢 对吧 他不吃饭 他就不能这样 坏事 但你能说 这个馒头 都是最优惑活手吗 但是呢 整个的这些结果 几乎都是以这种方式来描述 都是以这种方式来描述 这是可怕之急 再给我说的 上次说的这个 就是平常有紧急混运一谈 是啊 大部分的疫苗 都是经过几年的检验 几年的检验 有一个名言说 疫苗至少要看五年 要做五年 那你说这个在新冠 打疫情的情况下 五年之后还有人吗 你这种说法 你是既有人 还是既有人 你让大家等五年 而且就不能意思 你不管怎么检验 都得要五年以上 那五年长期间 也看不出来啊 那三十年才更安全了 这种这个 在这种 我就是专门有个天 一定都免疫系统 甚至是长久的影响 我刚才已经分析过了 我就说 他把这个意识和永久 就是也可能有些实验 因为有一个实验 好像做了一样 我发现你比细袍 本身的什么 diversity什么 给改变了 你改变了不是 就是你把这个 次数蛋白放进去以后 把这一个 把这个细袍给改变了 他那句话 千金三金还付来啊 并付千头万路吞啊 你这一个细袍坏了 他就永远坏了 因为那边说的内容很多 但是我就说他基本上采取的就是 移华节目 这种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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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天过来 这个这个是满水谎言 后边有示威证 但是我就说 我并不是否定对副作用的研究 实际上是很重要的 我们对这个副作用的研究 实际上是很有意义的 比方说有一个研究 那他呢他就方 他就说他就是 这个次数蛋白 我们这个次数蛋白刚才 融通的讲述一个蛋白 实际上这个次数蛋白啊 还有两个雅基的两个单位的 或者说实际上是两个蛋白 他有一个叫S1一个S2 他真正呢 要发挥作用的时候 对病毒来说 它实际上是两个雅基一块的切算 但是呢 真正作为药池来介入细胞 就是这个药池孔 药池这一部分 本身实际上是S1的完成 这个S2呢 是他就说 先药池插进孔进去以后 等于说这个S2呢 再加把劲 才能让这个病毒进去 对吧 但是我们的第一位 唯一我们的目的 只是奔合药池 那现在的这些 这个疫苗 他呢 他就实际上是 完整的整个次数蛋白 也就是说呢 包括了S1 和S2 那从疫苗的开发上来说 那就是阻断的进入 可能你呢 只有针对S1的 这部分的抗体就可以了 S2实际上是没有用的 不仅是没有用 也可能 就是他混合表达 他一块表达的时候呢 也很可能 他就是容易造成一些 额外的不确定的影响 即使是从 介绍材料的角度 咱们一个光是他表达S1 这个就 更上事嘛 对不对 这个又针对性嘛 那S2 一方面我接受了资源 同时我还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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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了这个 其他的服装里的可能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些研究都是很有意义 但关键是呢 你要这些研究呢 能有可靠的结论 你做到什么程度了 就到什么程度 对吧 问题是就是这些大 我们所声称的这些结论 都是不存在的 甚至好多年 比例上就有可能性 这是我体会到的 就是人性之恶 所以说呢 我就是在那看那个视频的时候 看完了以后 当时我就写了这首诗 我说 南解流氓 坏透心 谎言满嘴 误人生 煎目一花满过海 宋听为言 不顾 什么我自己都看不见了 不顾真呀 公其一点是全貌 祸及四方 害万民 欲界造谣 装大佬 多行不义 废人神 这些人都是恶不恶 似有有果 所以说还是延续的这个 或者说 这个疫苗确实是有著作用的 它肯定是不完美的 肯定是不完美的 但事实上 世界上本身就没有完美的东西 所以完美都是永远在路上 对啊 我们在用这个疫苗的同时 要可以不断地来改进它 来这个改善它 对吧 这都是应该的 所谓绝对的完美 实际上 绝对的安全 这是个伪命题 还是刚才那个例子 馒头安全不安全 谁也不是说不完全 你说它安全吗 你安全 你现在这些糖尿病怎么来的 你这些心脏病怎么来的 不就是吃饭都吃的吗 那么多糖吗 那么多淀粉吗 这是人吃饱了撑了以后 说这个话 对不对 如果这个人就快饿死了 你给它糖 压了个糖不行了 有好多危险性 你别吃 那结果什么 他就饿死了 你是救人的还是杀人的 所以说 这个绝对的安全 实际上这个伪命题 没有绝对安全的东西 什么好东西 多了也不行 而且承认他安全 安全与不安全 总是有一个威胁 作为参照 就是在这个特定的时期 特定的场合 是危险大了还是安全大了 如果是安全大于危险 那这就是安全 所以说 但这书的事 都是哲学命题 但实际上 科幻上就如此了 所以说 你时时刻刻都是要 这个权衡立定 权衡立定 所以说呢 这个 我也不想自己的诺诗了 对吧 那也就是像这个 燕淑 宋代的这个 著名词人 也是从朝宰相 他有欢喜沙 当然是凉雀 有上雀 有下雀 他下雀 这个是 一直不算雀 就满目河山 空念远 落华风雨 跟上春 结论是什么 不如连去眼前人 你肯定 你空气空 空空的可以想很多 想很多 但是呢 好多可能是 不一定现实的 至少目前是不现实的 对吧 我们看到了很多的 比方说是偶像 和粉丝的这种结合 似乎呢 那是很 个别的人的这种 lucky 但那lucky的时候 也未必那么lucky 对吧 不是也还有 出现了一些 很精彩的故事 对于看发 说话群众来说 可能是精彩分成 但对这个 当事人来说 实际上也是苦不堪言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个 你现在有的疫苗 它本身 肯定大大的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 它这个这个效益 大大的高于 它的危险性 我们就有认可的 安全性 而是呢 就积极的态度 来对待它 这是重要的 完美 永远在路上 当然这个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疫苗接种过程当中 我自己呢 也受到很大震感 就是说 这个 眼前的 一些人 或者电视看上的 就是这个人 对这个自由的追求 还大成了 超出我们的相信 因为我总觉得 这个 这个病毒 这个无关政治 无关好坏啊 这个 而且 这个 人的自由精神 或者这种 这个这个制度 一个大精神难遇 这次真正是让我这一盘 左边这个显示的 就是这个 追多飞的这种 短诗 我估计的这个 这个在座的人 可能人家都会归宋 对吧 就生命成可归 爱情加工人高 我若为自由故 二者接口好 当年就是读这幅首诗的时候 那我也是这些肥腾啊 但是呢 我感觉的是什么 我叫 呀 这真多伟大 这真是 伟大的革命者 伟大的这个英雄人物 对吧 但我总就是这种人 能到了这种 二者接口好的人物 那这是极个别的人啊 如今我才发现 哇 跟某种人员带的 这边土地上 人们的这个自由精神 实际是远远的 超过了我的这个下向 因为我个人的观点 是自由 我也崇尚自由 我非常崇尚自由 我实际上 我觉得我来 这个西方的一大原因 你喜欢西方的 就是自由 但我个人又还是 自由成可归 生命加工高 留的青山在 激情有目少 你像伟大革命者 一片激情是吧 激情是燃烧的 那你得有木头 你木头都没了 你还烧什么呢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 这个我是 这阵子受到了 受到了 这个 就那么多人 就是为了自由 而不到疫苗 这个 一方面 一方面我是不赞 但另一方面呢 就是说这个 自由这个概念 在人心 这个学业当中的 流淌 这人是震撼的 即使我在这个 几乎忙一个星期 我就在加拿大 中央 真正33年 而且呢 自己呢 我觉得是 真正是自由的崇尚者 但是呢 为这些 真正的追求自由的人 被震撼了 所以说 有点感慨 给大家发一下 就说 我呢 这个33年 我这个追求自由 也没真正 可能体会到 自由的真谛 那当然 我就是希望 长天 你带给我33年 我好好学习吧 对吧 但有老天 能给我33年 所以说 算是有感了 崇尚自由 仨有三 安家北美 度安然 那欧巴于顿 南开窍 律界苍天 30年 这个我也不对求再多 这个 总是想 为这能够 这个进步的 这个机会 其实这就是 我基本上 从内容来说 从给大家 介绍这几个方面 这几个问题 我认为 这种答案 或者想法 所以总结的 就是这个 Scientific内容 基本上 简单的给总结 奥隆来处 是士兽兽 打霸三针 不老松 义正担心 多过滤 小而入阵 可能填功 基本上 是给大家 给大家分享的 是这些内容 但既然到了这一步 但总是要 对前景呢 有所展望和期盼 实际上我以前 也是这个展望过 展望的也不一定都是对 但是呢 现在因为新年要到了 总是 而且呢 我刚才说了 我总是认为 这个Omicron 本身实际上 是个西游参半的东西 也真可能 说不定是 最后的福音 所以说展望一下 如果展望的不对 咱就说是期盼 对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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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也过是不复的 只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想想 梁在苦傲间 东西无处来 中场三剑客 浪子亦是闲 心要清妖孽 一秒 躲海川 迷途归正道 雪破 有情山 明天吹天就好了 我这中 真的解释 前两句 跟我说了 中间 桌写式下中间 中场三剑客 我认为呢 这可能真正是 我刚才不是说是这个 是黑夜雨晓 这个 长夜雨晓 风筝景 这可能真正是 离云前的黑暗 而且真正呢 就接触 这场大一切 关键的三剑客 第一是一秒 第二 说不定 还就真实 这个 心的变异 是吧 这个呢 就是 这个 两个心要的 这个 方面 这个是 过人 过人心 而且这个呢 也真正是刚刚出来的 就是 Science 八字的 今年的十大 这个 科学突破 之一 就是出来的 这个 两个心要 疫苗不用说了 而这个就是说 在这种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这个疫苗 因为这个心理变异来临 大家呢 这个打疫苗的 肯定是 更进一步的来提高了 对吧 再一个呢 鉴于奥美库呢 它确实可能具有 高传染性 和低症病的特点 就是把那些 这个不打疫苗的人 尽管很不幸 但最终的结果呢 很大程度上 实际上也是 给建议的去预备 这样呢 就整个的 这个人群 特别是 就是对 像美国 加拿大 这种情况 就可能 基本上 绝大部分的人 就也有了变异力 在这种情况下 不管什么的变异 不管是 这个 这个 这个流行 再有还是没有 那我们基本上都有 想到成有的养护 而且万一 你得了病 现在我们还有了新药 这是非常可惜的 而且展示是非常惊人的 为什么呢 这个抗病毒的药果 实际上是很难开发的 西军我们有很多 各个不足的抗毒素 效果非常好 但是病毒呢 很难 为什么呢 刚才我说了 因为病毒它实际上是 一种继生种 它很大程度上 是利用我们自身的工厂 你如果去抗病毒 经常就把自身的 这个机器给破坏 所以说呢 它的毒性往往不要大 这样一来呢 就是抗病毒药物 实际上很少 但是呢 短时间里面 针对新冠 搞出了两个新药 特别是Pfizer的新药 这个预防重症 这个效率里面 达到89% 包括这个Marker 这个也是50% 所以这两个药 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就是很好的补充 就是万一有人给感染 我们还有好药治 是吧 被人感染的人 根据如果真正的 去里面也建立了 本身病人 重病的人也很少 而且尤德里面 又有这个特效药来治疗 是吧 而且还是两个药 因为这两个药很重要 有人说 那这个Pfizer的89% 那一个50% 是30%多 那那个就不要了 咱们光下来好 就不会完了嘛 不行 因为这个抗病毒 也很重要的 就是要 要混两个药 两个三个 甚至四个跪影 这就是所谓叫GV9疗法 那现在那个 我们用的这个就是 治 SB 就是早 最大的一个突破 而且这个突破 还是我们这个 一个华语科学家 何大一 他首先来创业 就是 用多个 抗SB的药物 很早期 大了个人用 这个是 就是评为当年的 这个时代的 这个人物 就是因为这个发现 所以从那一次开始 就真正把 AZ病的治疗 彻底的改观 在这之前 AZ病就是死亡了 真是就是 他创造的 这个GV9疗法 实际上是 现在就是 AZ病已经不是一个死人 你可能需要 长期的服药 长期什么 但基本上 已经很少死 那是突破性的 所以这个呢 也是就是这个新药 有了新药 是特异性的 而且呢 还是这个 两个 所以这个呢 而且这两个要好到什么程度呢 他都是第三期实验 根本就没有 没有做完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本来是 可能预计的 要收集3000病人 或者2000病人 结果呢 做到1000个病人的时候 效果就已经非常明显了 就说已经没有疑问了 这两个效果绝对是有效的 所以说这个专家委员会建议的 别做了 赶快去申请 HDA去批准 赶快去入冥床 再做 再做就不扔到了 你耽误这个时间 就多少人等于说 被丧失了生命 这个药就好到这么长 就是整个实验都没做完 专家们就不让做 足够可以见到的效果 我就说 本来我们都被免疫了 或者都被感染了 已经这个有相当的抵抗力了 而且呢 万一被感染了 还有这个新药 我说这三件课 真是能够 这个可能 对结束这个疫情 至少是结束 我们现在 对抗疫情的方式 会有极大的帮助 再就是浪子一事弦 这个呢 具体的想知道 因为我后边的三句就是 分别的说了三件课 浪子一事弦 就说这个 浪子回头新不换呢 这个新冠独 搞出了一个 可能就 就相当于浪子回头的意思啊 至少他可能有很多不好 但在至少是建立 群体免疫上 可能都能够做出两种 因为传染性这么高 你不管你想不打疫苗 你也发生一个免疫了 所以说这个是 中肠三件课浪子一事弦 那这下面很清楚了 就是新药 当然是在给予来对抗病毒 把疫苗的 真正的就是能够 镇山之宝还是疫苗啊 是吧 就是疫苗的证明 大家都打 这是最安全最有效 最最最最最最最重要 是吧 期望呢 在不远的将来啊 离途归正道 雪破 青山啊 这个 这算是什么 期望 好 关于这个scientific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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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谈论呢 就到如此 正好我还不太到两个小时 最后呢 因为还是那句话 因为今天呢 实际上是娱乐节目 这个娱乐节目 咱们呢 想这个就是 分享这个这个 诗 我呢 就是说 歌弦一首诗 这一首词 然后呢 就结束 这个这首诗呢 当然就是关于这次要赢湖年了嘛 给大家一首期 这个我都不需要解释了 我只想说这一句 就说这个华社清新鸡俊贤 那我想表达呢 对咱们这个 就是加拿大这个中国人专业 人事协会的这些各位同仁啊 把这种敬意 他们呢 这个就是作为这个华社的领袖 对于这个科学的普及啊 还有帮助的这个意味呢 做了很多的贡献 在这个呢 我觉得 而且跟这些这个朋友们呢 来打交道 我真的感受到他们的这个无私奉献 热情啊 真是由于这些人 在做这些工作 真是是我们这个 移民 不管是老移民 新移民 华裔 真是我们的幸运 把华社清新 俊俊贤 这件感谢 再一个呢 再想跟大家分享一首词 就是一个叫唐缩行 这个因为大家过节嘛 那都是思乡是 几乎是最重要的主题了 是吧 但是今年的这个呢 这个这个思想呢 肯定是更强烈 就我个人来说 国内上有这个 90岁的老母亲 我已经从国内 这个会来两年了 这个也没机会再去看家 所以用这个机会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这个 自己的这种信息吧 这所描述的几乎就是我们过去的两年 还包括现在 希望新年来能够有所改变 玉虎林朝金流退遍 大王一出 功伤患 牡丹又放 洛城东 长风再续 风争线 谢谢大家 多谢杨教授 你可以暂停一下 你的stop sharing 我们今天 不光是听这个科技讲座 我们还在诗歌欣赏会 融合在一起了 东家一年直接的气氛 我想大家肯定有很多的问题 现在这个chat里面 也就攒了一部分 我就先把这里面来选一些 可能还没有盖过过的 我们先问一下 然后完了以后 大家可以聚取问 看看大家比较喜欢打字 那我们就在chat打字好了 如果最后不能打字的人 还有问题 最后的时候 我们就让大家 可以举手发问 好吧 那我就到chat去看一下 这个问题 看一下 反正我这也打开了 你这个音线 你先开bg 你这个什么 呃 咦 我得 网上爬一会儿 我看这个意思 看啊 这个 我回一下 你是想让我这么看着说呢 还是说你休息一下吧 我来选一下问题 你先休息一下喝口水 我看你还没有盖过过的 有些好东西就回答了其实 从查远看疫苗对孕妇和胎儿有没有潜在的可能的风险 这个问题好像上次讲过教授回答过没有关系 但是还请教授来说 我等下 我等下 这样吧 这样吧 这个教授去喝水 我们也暂停那么几分钟 大家想上个厕所再回来 现在是正好十点钟 我们给大家五分钟 我们十点五分再开始 我们暂停一下吧 进入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咱们这个属于节假日期间 今天也不是特别正规 我看你这个没给限定时间 这个就好了 因为你限定时间吧 因为我呢就是 不管是讲课也好或者什么也好 但讲课比较有个数量 因为你不能脱糖 但是否则一般的 因为我又没有这个什么 低稿或者什么之类的 就是个提纲 就是反正想着这么说 我真是不知道是多长时间 你要说的话 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 大家就不聊吧 但是如果有时间限制 那总是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设计的问题比较多 时间短了 还讲不透啊 嗯 对啊对啊 就是因为 那作为我来讲呢 我是不话长 这种 本来也难得 这个这个见人 这个这个 至少呢 在这个 所以你是觉得这个Omicron 很可能大地的造成群体免疫 然后这 这一块过了 基本上就 可能后面反而是 是挺简单了 是 不因为因为 关键是 我觉得就是这个 你这个整个的这个 就是政府的策略 或者什么的 都会就是改变了 反正你面对现实 这个病还在 但是就不能再采取 这些极端的 这种大面积的措施 就没必要 就这个 你发现人人都已经免疫了 还可能得病 但是呢 他就没那么能力 因为你想现在 我就刚才说的 这个 医院里边 大量的医护改改 他你就知道 这个心 就不能上班 但现在逼得没玩 就得忽略着 那像这种情况 往下来你就得改变 你就不就 就是实际上 我不许过9月以后 就不再做监测了 就那么回事 他管他怎么传来 反而咱就这样 但是呢 医护人员呢 一定就是坚持在口罩 而且要 给这个高级的口罩 这个前段时间 那两位朋友 他们都研发了 这个口腔喷雾的 这个疫苗 后来都没有出来 是因为这个 临床实验 没得做 不知道那些东西 都会花很长时间的 说实话那都是一些 这个花很大的钱 做很长时间 但是一个时候的真正要 你就像这个什么 这个 就现代人工主义 也是实际上 要是针对这些变异 或者那个 那个Data 对对什么东西 实际上 这些工作 都做了很多了 我估计像Pfizer 什么这些 因为他都开发出来 但是呢 他要真正完成 那些检验 那些审查 一个是需要大量的时间 再一个呢 就是这个 需要大量的金钱 我现在这个还管事 我说不定 得给你打个线上这儿吧 对不对 比起来 你得重新再去 弄另一个 看他还没搞出来 奥米国还没搞 他没这个什么的 结果又出来另一个了 这一个应该用了 这个是 你包括像这个 就是局部的这个也是 局部 刚才说的是 但局部有局部的问题 你局部的一时性质好 是不是长久就好 也不知道 像那些研究啊 真正的要走向 上路上 你都要花大钱 对方小学 行 现在时间五分 咱们开始吧 回答问题 我先把chat里面的问题 选几个 还没有回答的 然后看到有没有新问题 第一个问题 比较简单 就是长远来看 疫苗对病夫和胎儿 有比潜在的可能的风险 对胎儿是吧 你听清楚 对对孕妇和胎儿 对孕妇和胎儿 对孕妇 对这个没有风险 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确切 就是因为有一个是当时就刚刚一开始做这个 就做三期临床的时候 他当时的要求呢 就说这个这个这个 对当时做三期临床的时候是没有包括孕妇的 但后来呢 过了几个月以后就一直开始做 现在呢 但是当时尽管就是一直在做这个 银床研究 但实际上同时呢 大量的这个孕妇就已经开始接种了 各种不同的国家的要求不一样 但最后呢 这个结果也出来 就总的结论呢 就是非常安全 没有任何的特殊的问题 就是跟正常的其他人 都是一样的 就是孕妇接种疫苗 没有额外的风险 反而呢 就说呢 孕妇如果接种 就是这个发生 如果是感染新冠的话 那个风险呢 比普通人要大很多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 就是说他的 这个这个这个风险没有增加 效益呢 反而等于说是更大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 就是孕妇是绝对没问题 但是才而呢 那这个呢 实际上肯定是没有不好的报告 但是呢 肯定没有会发生 他会说你打了疫苗 是不是胎儿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怎么着呢 没有头了 没有眼了 或者用脑袋去 这个确实是没有 但是如果你说 那胎儿是不是会有 什么长久的 什么影响 那还是有话 长久只能长久来说话 但是呢 从理论上来说 是没有任何的 这个证据 就是任何的想法 他对胎儿 会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地方 那客观上的证据呢 也没有说他 这种造成了什么 OK 总的说我认为 就是说你是孕妇 应该说是很允许的 这个这个支持 就是该打就打 而且独立打 好 那这个问题 现在普遍感染疫苗的作用 好像不大 看数据打过的 比没打过的 感染的人还多 你应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吧 对 这问题是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说 大于不大 效果大于不大 就看你怎么看 而且你应该怎么看 就是说 似乎是 影响不大 从 会不会被感染这个角度 似乎是如此 但是 你打又不打 你的这个病的 严重程度 是极大差别 那是极大差别 所以说呢 这个打两针 还是非常有效的 实际上是非常有效的 他只不过就是 能够突 就是刚才我许的这个意思 只不过就是他 这个能够攻破 你这个海岛外边的军舰 能够登岛 但是呢 他一登岛 就离合被消灭了 但是呢 在以前的那些变种的时候 就说 可能你连这个军舰都打不过 你破坏不了军舰 就把你挡在岛的外 这个现在的差别 就是你还可以登岛 但是呢 你到了岛上来以后 已经不能够继续的 来破坏这个岛 因为这个根本的 这个保卫的目的是 保卫岛 而不是为了保卫这个军舰 你上来 我立刻被歼灭之 就可以了 上不上 当然是 那不上是最好 肯定不上最好 但是呢 就说你上来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呢 如果你单纯的光看 能不能上来 那确实是 好像似乎打不打 关系不大 但是呢 你上来以后 能不能站得住 能不能把岛破坏 这是最关键 但从这个意义上说 实际上你打 还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防止了 你的境界被破坏 而再一个点 我觉得应该比较明确 这几乎是第一次 我们有可能这么精细的来区分感染和得病 实际上以前的所有的疫苗都没有这样检测过 以前所有的疫苗都是以得病不得病为止 我打了疫苗不得病 或者得病很轻 这就是有效的 从来不知道 它到底在你体内这个细菌也好 这个病毒也好 到底感染了没感染 我们不知道的 因为什么呢 没有这个技术来去检测 特别是没有呢 在实验室里边是可以的 但是呢 那只能做些小型的研究 但是呢 这种大量人群的 大量的筛查 大量的来检测 以前没有 这可能是这个 咱说这个PCR 第一次在这个人群里边 这么大面积的发布 没有这个PCR 给你完全不可能做这个事 这个下面问题就是说 你这个疫苗是否能够进入细胞核 而影响细胞的结构 就这个呢 就是说 作为一个生物学家 他有这个concern 都是这个 可以理解的 而且呢 可能也有一些体外的实验 似乎 或深或浅的 说啊 这个疫苗可能进了细胞核了 可能是怎么着了 特别是早期 有一些这些研究 但当然是具体细节呢 也没有时间 也没有 我也没有足够的 就是那么多材料 来跟大家具体的分析 但是呢 总体的结论是很清楚的 它不会造成 你这个细胞的 长期的永久的破坏 就是我刚才说的 即使是有个别的证据 证明你这一个疫苗的蛋白也好 或者是DRA也好 进入了这个细胞以后 对这一个细胞造成了某种损害 即使是包括咱说的 或者是免疫细胞 那千金散去还突然啊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就是说这一种所谓的体外观察到的某些表现 真正的造成了你生理技能的这个改变 没有 我好像看过一个报道说这个他并没有进入到细胞股里面去 对我就说这么研究就是就是因为很多嘛 所以说谁也不能说完全掌握 但最真的就说你得有一个就是总结性的谈判 他就是没有造成严重的 但这个说你某一个人包括这在这边的观众 可能包括一些研究生什么的 我愿意做这个课题想进行一个分析 很好啊 那是绝对是encourage对吧 鼓励了真的做 但是呢我现在想告诉的是 他至少是没有一个可靠的结论说 这种事情发生了 而且造成什么影响 OK这个自然免疫感染了以后 你肯定是感染之后你肯定是有一定的免疫力 这些人是否需要再打疫苗 就是肯定是需要再打 为什么呢 刚才我说了 就是说因为你所有被感染 实际上是被其他的 可能是被原来的这个病毒或者是其他的 证据很明确 感染这些的感染过的这些人 是很容易在感染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 那你不打那你就被感染 这个疫苗本身 但是我再加上一句 但如果他们说你是感染了奥迷矿了 你将来是不是不再感染了奥迷矿了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 但是呢因为时间不够 没这方面的研究 但这种东西刚刚出来 你得了的人还没好来呢 差不多第二次在感染 就现在几乎没有奥迷矿了 他可能是得了其他的这个 或者他知道的人 就是特得了是其他的这个变动病毒 对吧 但是呢这个是保护不了 保护不了 这个疫苗本身对人体的自身的免疫力 会有破坏作用吗 没有破坏作用 我就说 一时性的某一个细胞 某几个细胞 某几百个细胞 某几千个细胞 受到了损伤 这个我不能排除 但是呢对于整体的免疫力 没有 就是我说的免疫系都是随时在代谢的 这是从理论上来说 从实际上来说 这个疫苗已经打了一年多了 没有一份报道 真正的说打疫苗的人 他整体免疫力下降了 没有这个说法 小朋友5到11岁疫苗打完了后 11岁就变成12岁了 那么第二阵的时候 换打成人的疫苗安全吗 还是最好再打5到11岁那个量的疫苗 这个当然说 实际上是个技术性问题 对吧 但是呢 因为加拿大就这个好处 他总是都是按部就班 对吧 他就说你打 你打你11岁 你就打11岁疫苗 你12岁 你就打12岁疫苗 至于说他到底有了差别 也很难说 实际上可能 实际上可能也无所谓 但是呢 因为他这个规定很明确了 而且这个规定本身呢 也没有打的问题 对吧 所以说就规定 这个第三阵打的跟前面两剂 是同类的好呢 还是打个不同的好 如果是mRNA疫苗的话 就是同类的好 但是呢 这个这两者交叉也有关系 但是呢 就说如果是你是打的 其他的疫苗 强烈建议 强烈建议你打mRNA疫苗 第三阵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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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zer这个 Modernia 我知道他的这个 在成人的剂量里面 Fizer是 30毫克 Modernia是100毫克 300多 对 就是他三倍的剂量 就是三倍的剂量 然后这个 就是第三阵 他的这个剂量差别多大 第三阵呢 据我所知啊 就是说这个 这个Fizer肯定还是原来的剂量 这个Modernia 好像是减了一半 那就是他的一倍半的 那样 对对 就差不太多了 就是 请问今天讲座有录评吗 我们想把它放到YouTube上 可能到处存 今天录一录像了 所以想看的话 到YouTube上 应该明天可以找到 我想 如果我们来得及放上去的话 打了Fizer的两针 反应很大 生了很久的皮肤病 两次Diogram炮诊 还敢打第三针吗 这个代表炮诊 确实是好像是有一些报道 但是呢 就说真正的还是那句话 这是英国关系 实际上并没有被证明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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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的感觉 是可以可以再打 但是呢 像这种情况 你要是选择去真正打这个 什么奥斯利康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其实应该说也是reason 因为毕竟是你反应比较重 对吧 反应比较重 而且呢 奥斯利康的这一关 因为你已经打了两针的M2疫苗 再打奥斯利康的话 实际上 肯定效果也肯定是有的 但是呢 就是理论上来说 它确实是有一些 比较小型的研究 就是说 你是打了两针的 这个M2疫苗 然后再打奥斯利康的话 效果还是古鲁 再打一针M2 好 但是呢 肯定是 比打两针 还是好 就是看你这个 你这个 带着爆针 能忍受的程度多大了 现在有不少人 从国内来 他打过了 灭活的疫苗了 都打了两针 那么在这里 这个作为booster来讲呢 只要再打一针M2疫苗 好呢 还是需要也 再打两针三针 因为这么这个说 当然都没有证据了 但至少就说 至少就打一针 这是肯定的 就是没有打了固定的疫苗 然后再打一针 这个M2疫苗 这个是可以说 是必须的 是必须的 我个人认为呢 打两针也没有坏处 但是间隔 至少间隔一个月以上 打一针是肯定需要的 然后六个月之上 第二针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考虑到啊 就是说你那个 就是国内打了两针 然后打一针这个 Fizer呢 你可能就相当于 达到了 打两针Fizer 这么一个水平 但我们现在知道呢 这两针Fizer呢 又不足够 对吧 这个 所以说再打一针呢 可能才真正 达到了三针的这个水平 这还是 从增加抗体上来说 从防感染上来说 但实际上呢 就是说 因为两针的Fizer 对于防重病 可能效果也不错 所以说你不想打 第四针呢 也是可以的 从时间上来讲 你想如果刚从国内来的话 打了一针以后 六个月之内就不需要再打了 六个月之后情况可能又变了 后面那一针怎么打 到时候再说了 对对对 反正至少要打一针 打一针就比较放心了 估计就可能不太容易得重症了 什么之类的 至于这呢 而且呢 就是你要手上再打一针 也不要间隔的太短 这个问题比较具体的 就是说 接种疫苗之前 是不是要先检测 有没有病毒 如果当时感染了病毒 那个时候能打吗 这个一个是 首先是不可行 也不容易 不是不可行 就是你知道是感染了 你肯定感染 如果说你已经测到病毒了 你肯定不去打针 这是肯定不去打的 至少此时此刻是不能去打的 那你不知道 那不知道呢 就是你打了也无所谓 打了也无所谓 但是你就是说 如果已经感染了 你肯定不能感染 同时去打也没有必要 要打的话 就说等他这个感染至少 因为一般我们说 真正的这个有效的感染 可能也就是一个星期啊 这个左右 如果是感染以后 我觉得还是要 最好说三四星期以后 然后你该打的话 也去打 不要太接着 第一不要同时打 第二呢 也不要很接着打 但是呢 隔行优越的时间 再打是很有必要的 单纯的 因为他这个感染 他就有这个特点 即使是对以前的变异 也数次 就是感染的这个量 是不可控的 有的人感染呢 感染的比较多 所以说他诱导的免疫反应 可能比较strong 所以说他呢 对再次感染的 最保护血液很好 但有的人呢 他尽管是感染了 但是呢 他所诱导的免疫反应 实际上很弱 所以这样一来呢 他真正的保护作用呢 就很差 所以说如果是 你单纯来分析 这个感染的人的话 他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的抗体很高 有的人抗体很低 就是因为他真正 因为很大程度的话 这个进去的量 是这个很重要的 你要疫苗嘛 因为你本人打的都是 一个同样的量 所以说他引起的反应呢 因为这个量呢 就做过研究了 就他一般而言 都能够就是 引入到比较高水平的抗体 但这个感染不要 感染有的人 可能凶了一点 他也感染了 但是呢 他又没有发生重症 没这个什么 干净就一点 有的人呢 像感染了 这个感染的比较多 引起的反应比较大 那这个呢 他毫了以后呢 可能就有保护 但前面感染很轻的 他可能就是不保护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 就是不管感染不感染 你都应该在哪 但是呢 不要在感染的同时打 也不要在刚刚感染完了打 除了疫苗之外 你不知道 你说你 可能同一天 感染同一天 和打疫苗 都回来 回来也没事 在营养和补充剂方面 比如说大家都在推荐 吃维生素D 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这个其实我还是很支持的人 特别是维生素D 维生素D呢 现在看来呢 就是他对这个免疫的调节作品 确实还是很明显 而且呢 是要有大量的研究证明 就是维生素D的缺乏 跟这个重症 是有一些关系 这个可以说是毫无疑问 而且这里呢 而且跟这个就是人种也很关系 我们知道就是 如果你这个皮肤越黑呀 颜色越深呀 因为我们的这个自身的这个维生素D 主要是你这个皮肤的脂肪合成的 就是说你见得太凉了 你皮肤见得太凉 然后呢 就是在这个皮肤上合成的 但是呢 你这个合成的能力呢 就是你如果你这个皮肤 颜色越深 那合成的这个能力呢 就是恶多 所以说在这个白人里面呢 这个维生素D的缺乏呢 有明显的少于这个 就是特别是黑人 黑人的维生素缺乏呢 是特别多啊 特别多 而且呢 就是这位黑人呢 得这个重症的这个 这个机会也大力增加 当然呢 他当然 重症增加的原因呢 不会是仅仅一个原因 可能黑人说就面临了好多其他的各方面的挑战 包括生活条件 包括这个什么 所以说呢 可能都会都有影响 但是呢 就是因为黑人呢 更广泛的这个维生素D的缺乏 确实是跟这个 新冠的这个重症的发生 有很明显的这种相关性 但是呢 这个因果关系 目前也还是很难来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确定的 但是呢 呃 鉴于这个维生素D 从研究来说 它确实有明显的 就是说 因为除了这种重症 重症就是已经造成了 很严重的这个严正反应 很严重的严正反应 而维生素D呢 在你这个严正反应 这个这个强的情况下呢 它确实有一个调节降低的这个 所以说从这个一样说 而且呢 这个缺乏呢 就是很广泛的存在 特别像我们这个 你想加拿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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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冬天还给你加不上太阳了 那维生素D这个缺乏是 所以我是很强烈建议 大家这个吃维生素D 但是一般的因为 你如果现在去看 没理会叫个书 一般还是从这个 就是就是等于说 谷歌发育啊 或什么的 都是给你 那么三百万一克 你这里这个 这种小剂量 对谷歌发育是可以的 但这种要起到这个免疫的 免疫调节的作用 那至少还要上千 就少一千 两千三千 不要超过四千 但是就是 我最近读了一篇文章 他们做时间做到 一万单位 没问题 实际上有人做过 更高的 就是说实际上 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作为医学界 总是比较保守 所以这种的就是说 就是说现在的 这点的建议 你如果想吃四千以上的 那你一定去看你的医生 但实际上医生也不知道 所以实际上就说 因为其实有一个 有一种就是在新冠治疗上 有一种措施 比如说有些国家 他就是一检查中 你是新冠 立刻就给你两万 两万再吃进去 他这个这样呢 两万可以快速的 就是提高你体内的 这个卫生素质水平 实际上两万个单位 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这个 有问题 但是大家一般不期许 去建议这种剂点 当然从治病角度 也可以 但是平常补充的话 不要 对 这个文章他就 建议大家吃几千个 IU一天 但他同时提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吃大量维生素D的时候 应该增加一点 维生素K 因为维生素D 其中一个功能 包住你的骨骼吸收钙 它也同时帮助你的 血管吸收钙 血管吸收钙很多 就可以到处硬化 这个维生素K 就帮助你 只吸收到骨骼里 而避免吸收到血管里 到处硬化 起这么一个作用 所以现在有些 这个sucting message 维生素D3和K2 是结合的 这个文章 对对 是由这种说法 就是特别是在 这个剂量比较大的前程 而且包括这个Zinc 也是有这种建议 给他 就是 维生素D 都要高 都有这些服务 感染以后 这个痊愈的标准是什么 痊愈以后 还有传染性吗 那痊愈以后 原则上就没有传染性了 当然事情总是有个别 对吧 这就是一般的 作为像这个 这个西方所掌握的 这个尺度是什么的 就是实际上一般的 就是感染 你原来的话 就是说你出现症状 出现症状两三天之前 出现症状 这个两三天 四五天以后 这是你真正的 就是造成传播的这个期间 换句话说 就是说 比较保守的说 就是感染14天以后 你就几乎就没有传染性了 但是呢 肯定还是有回事有少量了 但事实上呢 就是十天以后 这大部分人 就已经没有传染性 真正的传染性 基本上都在这个十天之前 这就是为什么呢 像现在或者说医生 前两天规定 对吧 你感染了 隔离14天 然后呢 这个这个 过了几天就说 感染10天 就是隔离10天吧 10天以后 基本上就不传染了 你赶回来上班了 现在呢 就说你五天 你就回来上班吧 他 他这一方面是 急迫不得已而如死 另一方面呢 他有一定的 就是说这个 研究依据 就是说真正的 要具有传染性啊 就是在感染症状的 前后三四天的样子 但是的话 就说回来 这这个 只有在这种这么几 几年是吧 大量感染14天的情况下 那可能掌握的 可能就比较安松一点 但如果说你说 一个月以后 是不是百分之百的 这就没有再感染了 特别咱们知道 你中国报道过好多病例 对吧 这个这个 一个月 两个月都有感染的 那到底是多大 严格的实验也很难说 但是呢 我觉得这种个别的情况 肯定有 为什么 有的人肯定你的免疫系统 可能比较弱呢 你感染了 你可能 一般人可能 视频清楚了 但如果你是这个 免疫有缺陷 你待的时间比较长 完全可能啊 那这个东西 这个免疫的缺陷 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指标 它这个免疫系统 是有各种不同的 这个缺陷存在的 对吧 你有说过呢 你只好为这种缺陷 但是呢 你可能 那个地方的缺陷 你可能不知道 所以你似乎好像是一个正常人 但实际上你是有某些缺陷 而这个学校呢恰恰呢 对于这个虚拟官的清除 可能是不利 所以说有个别的人 会时间很长 完全可能的 但咱们谈认的是 在这个一般情况下 所以说这个情况 就是 所以说你在掌握这个尺度的时候 也是 还是要跟现实去分析 如果我们这个当地 本身感染很多 你万一 就是你还传染 你也可能不会造成大局 但是可能和我们再说 像中国那种情况 那就说我本来就几乎没有了 你万一我就不想用 你这个万一 那这有你的道理 对吧 你就可能十天 这个良心情 你可能就是没错 肯定还有人 因为你可能免疫比较多 有的人可能就是没清楚的 那我就让你观察一个月 甚至观察两个月 你不一定享受 但是呢 他也有他的道理在 毕竟是因为 就是他承担不起一个病 那加拿大这个状况不存在 你不用说一个病 你多干一百个人 你也看不到difference 那个 那假如这个人十天以后住院了 还在病重当中 他那个时候改染力也没有了吗 那那那那 那就那就是不一定了 还是我说的 因为这颗人他就是不痛 我个人既然病那么重 你说你病毒就就没有了 这个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这这个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也有一个当然没有严格的时间研究 但实际上你比方说 因为这次呢 实际上就说在这个 我就说这个 这次这个疫情改变了人家 很多的这个 对人类对社会 对各种不同阶层的人种看法 你包括一下我们这种 所谓对专家的看法 就包括说AIH 搞了好几个 就是临床室 这个这个这个临床实验 当时就是来检测这个抗病毒药 他呢 都是 拿这个 就重病的人去做 咱们知道 根据现在的这个疾病理 赶紧重病的时候 你实际上的病毒已经 活病毒已经很少了 不能说没有 已经很少了 结果呢 他用在这个时候来给你来检验 这个病毒药物 抗病毒药物 不管事不管事 你怎么能看得出来呢 所以现在这些新药 就是说你给 因为说他那个病毒 真正多的时候 是在很早的时候 你要想检验他的这个 抗病毒药物 你必须早用 你晚用 没有效果 不说你这个药物不work 这是你这个实验 怎么会那么多 那么高级的科学家 就会设计出那么 stupid的这个这个 研究人 很少人打破两戒 但是话又说 后来 他有些实验呢 他也发现 还是有作用的 只不过作用不是很强 那既然有作用 说明什么 说明就是病毒还在啊 那不在的话 他这个病毒药物用上去 为什么还管点事呢 你的意思就是说 病很重的时候 其实不是病毒感染的问题 因为这个很重的时候 肯定不是病毒最高的时候 这是肯定的 是 或是病毒引起的免疫反应 导致的问题 没有病毒了 也不是的 肯定还有病毒 也不是说肯定有 但至少是很大的机会 就是说你可能还有病毒 但肯定不是你对病毒高夫妻 这是实实 这个 就是说这个病毒 他不断的变异以后 最终这个原始的病毒 是不是就没有了 他不能说完全没有 但是呢 这就是个好 这也就是为什么 咱说这个 Omicron 就这个好处 他不仅是传染性强 而且他真是一个竞争者 一个竞争者 就现在明显看出来 你这只知道 一有Omicron 你以前存在的这东西就迅速的行 我们知道 本来实际上是个Delta 本身传染性已经很高了 而且当时也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占领地方很快 对吧 你像传染哪个国家 几个月的时间 就把以前的病毒 就几个取代了 但现在的Omicron 不是几个月的问题 而是几天 几个星期的时间 就就就 你想现在可能 加拿大和美国都已经 是这个Omicron 占优先了 这才一共 三四个星期的时间 对吧 他就这个好处 他不仅是自身 致病性比较弱 而且呢 他能把那个致病性 比较强的给 驱逐出境 这就是为什么 我说他是这个 三剑课之一啊 还是你刚才那个问题 就问你说 是不是以前就没有了 不能说没有了 肯定得到说还存在 但是呢 他的比例就是 全球是大了 那你这个病毒 如果他不能传染下去 他不会死亡吗 病毒肯定是随时在死亡啊 但是呢 为什么就说是一个变状 能够那么快地 取代其他的变状 实际上这个原因是不清楚的 但是呢 这个现象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比方说 因为英国可能是最明显的 英国首先出来了Alpha Alpha很快地 就把原来的这个病毒 给取代了 就是99.9%的就是Alpha了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 这出来这个这个Delta 呼了一下子 因为99%都是都是Delta 那那前面两个就是 就是几乎忽略不计了 那现在一下出来Omicron 他现在80%多的又是Omicron 他就说 做一个新的变种 他穿上的 他确实能够取代以前 他不仅是自身 这个这个这个帅帅的浪子 回头经不换 这个 他能够起好作品 我真能起好作品 他不仅是自身 能够给你导致免疫 甚至他能够把那个坏的 给给给给给顶 顶出去啊 那个这个Omicron感染以后 大部分症状不是很厉害 那什么情况下 他要决定去医院 什么情况下决定去医院 那肯定是 还是我刚才说了 我不在这儿 你从医生来决定 你怎么去医院 这个呢肯定是你自己感觉不好 你肯定就去医院去医院 对不对 你肯定首先就有症状 你肯定可以去做监测 是吧 立刻去做监测 如果监测以后 你只要是觉得症状比较重 那你就要看医生了 或者跟医生联系 如果你觉得就像感冒 我可能有什么 而且因为他建议的 就是那家里隔离就完了 但你只要是 因为这里没有严格的尺度的 你只要是感觉不好 你至少就有权利 给你的医生来进行联系 对不对 那你自己实际上 你是没有很好的判断的能力的 医生也没有很好的判断 因为他医生判断 也得定就经验 根据医器 根据各方面的指标 你只要觉得我是 没有什么问题 这时候还当了一个很弱的原因 就是说 你自己自身上不够怎么样 你本身有很多基础病 是吧 那你可能很早 你就觉得不重要 看医生去 对不对 跟医生联系 那医生可能会具体知道你 要么是远程 看病啊 或者water 或者让健医医生 哪个医院 或者什么之类 那这个可能处理一系列都不同 但有个前提是 你至少你知道 一个是你症状比较重 不管你是谁 你肯定就是跟医生联系 再一个就是说 你可能症状可能不够重 但是我知道我一生病 或者免疫不好 或者是很多其他的 你知道那些病 我们说的 常见的说的这些 就是基础疾病 对吧 你糖尿病啊 你心血管病啊 是吧 你免疫如果是 这个缺陷呢 那应该年龄比较大 那你这个肯定 你就不要等到 这个症状很重了 问题很重了 再去医院了 对吧 那你如果是年轻小 活着没有什么家的问题 那你觉得呢 这个就是情绪的成 那你终于不去 这个时候没有个 没有个严格的制度的 哪个医生也没法 是远程给你告诉一个 到什么时候你再来 是吧 这个没法做 同意的这种 建议 一般情况下 你联系了以后 他们根据你的情况 会告诉你在家里 待着去医院 因为他肯定是会给你建议 对不对 而且往往你感染了 他都是甚至说 就立刻告诉你 就是说有个电话号码 怎么连 在什么情况下 你可以感谢 对吧 这个 这个 下面一个问题 这个五岁小朋友 他要接种一些 常规的政府规定的疫苗 那么这个疫苗打完了以后 多长时间才可以打 这个新冠疫苗 或者打了新冠疫苗之后 多长时间 才可以打正规疫苗 实际上就是 理论上来说 实际上没有 没有这个间隔的需求 就是说很多疫苗 可以混打 而且呢 就是这个 像新冠疫苗 也没有理由 这个意思就是 他不能 给任何的疫苗混打 但是呢 因为毕竟经验比较少 所以大家都是希望呢 有一定的间隔 但我认为 两三个星期啊 可能 就是比较保守的 可能 危险性更小一点了 但实际情况是 同时打也没有问题 在国内打了科兴以后 两人科兴之后 要等多久 才可以打这个 MRNA的疫苗 那我就要三个星期 四个星期 一个月一个月以后 我觉得就可以 这么快 一个月就可以 因为他本身这个 这个 没有理由 你就是说你要是 因为关键有个问题的 关键就是现在看 你在这里 你打两 两针科兴 肯定是 不行的 所以你希望呢 就是早点打这个 加强针 但加强针呢 你总是要跟前面一个 有所间隔吧 所以说呢 最少的一个月的时间 那可能两三个月 可能更好 但是你如果情况 比较危急吧 我觉得早打也没有什么问题 无症状感染者 如果又打了 波士会有什么后果 反正就是没有什么不好的后果 对不对 你该怎么打怎么打的就是 感冒期间可以打一年吗 因为就是你不知道他是感染了多数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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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打还要打 对不起 就是普通感冒期间 能打这个波士吗 反正他肯定是 你如果是有症状 肯定是不建议 这个不建议你打 你最好好了以后再打 对吧 普通感冒的话 几天就好了嘛 你没有必要去 因为至少 你就是单纯 从这个状况来说 你本来感冒就不舒服 然后再打个第三针 他在 在本来就有容易头疼和发烧 那你病情不就容易加重 肯定肯定不要同时打 不要同时打 好了以后再打 这里有位家人 这个第二针 有症状 手指头发麻 近两个月 这是否是对疫苗的过敏反应 那么 那肯定不是过敏反应 过敏反应 那不是一种手麻 什么这种现象 但至于说 跟这个疫苗有没有关系 那我想不出 它真正是有关系的地方 就是 至少没有说 特殊的理由 就是说这个疫苗本身 会造成 你身经这个感觉上的 这个改变 或者特别是 如果两个月 这肯定就是 估计是 是一个问题 但我认为 跟这个疫苗呢 不一定有关系 但是呢 如果你这么两个月 一直在麻 你要去看医生 是应该的 那第三针 还建议打不打呢 这个应该说 还是 李正好 因为有关系 这个原因不清楚 你最好是 在这个 就是看过医生 有了诊断 然后在医生的这个 指导下 看怎么样 对吧 因为 因为他这个发生的这个 可能性 可能是 多种原因嘛 对吧 如果医生认为 你这个特定的原因 打了医疗 可能会不好的话 那他可能会 做什么建议 那我这本 个空没法 做什么建议 另外哪里去 听回放 关于回放 就是所有 登记要参加的人 我们都给你 发一个link 去YouTube 所以你不用担心 听说打完 两针疫苗后 血管会变老 好几岁 我就说 这根本就是 就是不可能的 就是不可能 现在外面摇摇很多 也是非常棒 是 氢豪素 可以治疗新冠吗 没听说过 反正现在是讲 就是有一些老 特别是 像是治这个 因为这个氢豪素 他也是 这个这个 这个什么 你看 对对对 所以说是这一类的这种药物 像陆葵 然后这些药物 就是他 有些呢 可能对这个什么 也有作用 这个这个是有可能的 但我现在看呢 就这个这个问题 似乎现在呢 已经 没有很大意义了 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新药出来以后 如果没有的时候 大家都去找一些老药啊 是不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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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是越讲 这个这个 这个 现在再去 做那一些老药的 这个什么 我刚才感觉是 已经不大 争取 争取 必要的话 争取 新药 是吧 这个问题 莫德纳第一针打完之间有六个月 还没打第二针 请问我应该重打第一针 还是直接去打第二针 那那肯定的第二针就是第二针 你打过了就过了 肯定是去打 就是敢不去打 但是从计算上来说 肯定还是敢按第二针计算 但是呢 但是确实是这个东西 有时候会影响到 就是你第三针是能够打的问题 因为有时候就是你这个 因为有些国家 就是如果你第一针 打得很久以前的话 那他就不承认了 他就有这个问题 所以说你现在打肯定是敢第二针打 但是呢你可能将来很快的 你就想第三针 这个是有必要的 就是你第一针效果肯定明显减轻了 所以如果看一些国家的路径要求啊 他强调的是你第一针 什么时候打的 比如说太长了 他就不认账了 何谓无症状感染 怎么发现经过检验吧 对啊 所谓这个无症状感染 你发现的就是因为 你做了这个测试 对吧 你尽管没有症状 但是我们经常说 如果说你呢 你自己没有症状 你也不会去做测试 但是呢 你也说你是立体接触者 是吧 何谓发现 你哪天跟朋友 相信说 跟朋友一起吃饭了 对不对 那你靠得很近 你尽管没有症状 让你去测 你只要一测 要阳性 那你这就是无症状感染 如果前面两针打的是 Pfizer或是Modernal 第三名是打的同样的好 还是换一个打 肯定是同样的好 我认为是同样的好 换一下也没有问题 但是呢 没有必要说 就是对这两种疫苗来说 其实是没有必要换 或者说我到底这个 就是你如果打了 你想第三针打Pfizer 我觉得也危险的好 但是呢 原则好就说 你打什么 还是打什么 但我个人选择的话 我如果打了两针 Modernal 我可能选择这个Pfizer 但如果是我打了两针Pfizer 我也就不再去 再选择Modernal 我就还是打Pfizer就完了 有个Dr.Robert Maloney 在网络上发表了 关于一名的一些看法 对朋友影响很大 请教授对这个 他的意见 做一些comment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熟悉 我刚才的comment 其中就包括了这个 因为他的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把 也许是真心 我认为不是真心 就是说他如果 作为一个科学角度 他有些担心 肯定的不同的科学家 都有不同的担心 这个没有问题的 你向公众来做这个宣示的时候 你要告诉公众 这是我的担心 还是说 这已经被发现的 被证实的事实 他的一个基本的问题 就是他把一切 他就说是 咱真是他的想法 我认为都 真是都不少的想法 因为我认为 他是故意编则 我就说 假设都是他的真正想法 只是想法而已 但是呢 他把这些想法都说成了是事实 然后公众认为 这些事情都发生了 但事实上 他说的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评论 实际上其中就包括 再一个就是 我刚才不是提到这个五年吗 这也是他说的 这个疫苗就说五年 你说说 你不用说是一个科学家了 你找到有点尝试的人 你能处一个百分之百 最好的五年以后 搞出疫苗的东西有用吗 你这想说吗 你这不是杀人吗 我的一个朋友 非常诚心的跟我说 他没有阻止我去打疫苗 感到很遗憾 因为这个疫苗打了以后 几个月之内要发生 心脏血管出严重问题 三年之后就要死亡 至少是就说三年之后 咱不知道 但至少这个疫苗 已经打了一年多了 有的就情况发生了 就是说这个 现在网上的这些 极端误导的东西 确实很多 但是现在网上 有个非常不好的线 就是social media 他用这个 这个人工智能 这个algorithm 你只要看了一个 这种误导视频 他会给你推送 十个同类的视频 你看第二个 再给你推送十个 你永远跑到这里去 你看的所谓的都是 重复同类这种误导的东西 那就麻烦了 就跟录着邪教一样 是 我就说 你对科学家也好 或者普通人也好 大家都可以对各种问题的质疑 但是你的前提 你说这是我的质疑 我想会怎么样 我怀疑怎么样 我担心怎么样 这都没问题 你说这样没问题 所以很多东西 实际上很难说impossible 对吧 但至少我可以告诉你 说的这些东西都是very unlikely 对不对 但你要说清楚 你实际上因为它是possible呢 还是that's real 但问题说的 他说的这些都 比方说 像刚才我举的例子 关于免疫的永久改变 他就明明就刚才说的 这个Robert 他就说什么 造成你免疫永久改变 我从来没听说过 你免疫怎么有就会改变了 第一个理论上我想不出来 第二次上 我也没看到这个报道 你免疫整整整改变了 这个真正要独立 自考到人 就不上这个大陆 就是好多人 当成专家 就接受了 不去 不去再怀疑和思考 问在这里 好 回到下一个问题吧 这个12岁以上的孩子 因为刚开始打了 是不是也要考虑 接下来打第二针 第三针 不 12岁肯定是要打第二 不第二 他现在的就是 包括五岁的这个 也是要邀请就是 打两针的 肯定是打两针的 这个 只有第三针呢 目前就不要考虑了 因为那个第三针 是很遥远的事情嘛 而且很有可能 可能用不了打第三针的时候 这个事情就 打地解决了 因为我认为呀 就是说当 Omicron 把大家都感染了 或者是医疗 把大家都免疫了的时候 你这个整个的 就是政府 和个人 对于疫苗的这个 就是抗疫的这个策略 应该有根本性的转变 为什么我现在就说 你现在不管你采取 再极端的措施 都有道理 就是什么呢 因为毕竟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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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 这个 还有空间去打一鸣 所以说呢 我做这种 老可当 那种老可当 我使大家更多的打疫苗 你的疫苗都打完了 你该感染了 你还能做什么呢 你再做 那不就是多余了吗 就是尽可能的回归这场 但是呢 医药人员全都戴口罩 那就无口罩 普通人也戴 那就无口罩 就你如果到这 聚集的地方 或者室内什么 但是呢 就是这些普通口罩 不管事 切果是对于 不能不管事 就说这个效应 就是明显的不好 就是这个 因为特别是像 那明显的 它就是一个空气传播了 就是Airborne 那种空气传播的 在这个空气传播的病毒 这些普通口罩 包括医用口罩 包括外壳口罩 都是效果很差的 你要真正想阻断它 就是戴N95 所以我建议你们 就政府 这一轮过去以后 你不是有钱吗 你不是有钱 要抗疫吗 你就大量的生产 N95口罩 免费的给大家分发 医护呢 几个月 或者一年只对 王台湾就常规的 上班就戴N95口罩 我们在中国的医院 这个上班 就在医院里边 戴口罩 是不很正常吗 只有到了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江大来才知道 医院里边 那医生也不戴口罩 而且有很多研究 似乎是在江大 这个环境下 你就是不需要戴口罩 甚至都有认为发表 就是手术室的医生 也不需要戴口罩 他们那个结论 研究结论 你说戴和不戴 没有什么差别 可能这是真的 但是呢 面对像Omicron这种 你就是不行 而且呢 就是这今天是Omicron 你明天不能再拿个病毒 你就是应该 医院的医护人员 就是应该戴口罩 而且戴高级的口罩 原来是因为 一下子仓促之间 你生产不了 现在两年过去了 你该建立的 就该建立起来了 你说是贵 口罩 比起政府投入的钱来 这是可能最便宜的一件 这个关于怀孕的事情 明远是有些问题 对 和不会这次呢 大家能够 就说 从这次的经验里边呢 就真正能够 能够认识 能够认识 真正是能接受 这个经验教训 就是说 刚才谈到怀孕 现在就是还没有 准备怀小孩的 年轻女性 打疫苗 对怀孕和宝宝 有没有影响 其实也没有影响 其实也没有影响 因为这个就说 这个因为家 刚才说 就是考虑做那个 就是三期这个临床的时候 当时一个规定的 就是说 你这个加入进来的人 你就一个是孕妇 我不要 再一个 在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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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孕期间 就是说这期间呢 就是你也要不要怀孕 要不要怀孕 但实际上是 有几十个怀孕 有几十个怀孕 但是呢 结果就发现呢 你这个 因为他对照组嘛 一组是一苗 一组是对照 对吧 结果发现呢 这个怀孕的人 这两组是差不多的 这间接就证明呢 就是说 这个应该对怀孕呢 有没有什么影响 那么理论还来想 就是说 你这一万五这一组 那一万五那一组 这个头肠进果的人 总是存在的 但是呢 这里边这个几率呢 应该差不多 那结果呢 这个出来也是 那这种怀孕的人呢 也这个也差不多 那这是个初期的实验 那后来呢 经过打了这一年以后 也确实也没有 真正的 任何的珍贵的报道 说就说 你打疫苗的人 生育率降低了 或者怎么 没有这个信息 所以说 应该说 是不会影响生育 刚才我也讲了这个道理 对不对 你就是你这个人 被这个 当时打针的时候 把你这一批精子 给破坏了 那个精子不是 千金散去 还不来吗 对吧 第三针这个有效性 像有数据吗 能多长时间 那不可能 那不可能有数据 因为他就是 对 对 时间我想是 是肯定是没有 没有 因为他 他这个 因为当然是 第三针这个研究 是已经做了 做了很长时间了 我估计他们内部呢 可能会有一些数据 但是呢 就是 我这么就是 从普通的面 一反应就要多来说 第三针的时间呢 应该持续的 比第二针长 但是呢 如果光看抗体的话 他肯定也会降低的 就是刚才 我一开始讲的那个道理 就是他长期高 他就不应该啊 对吧 他不能自己占股份啊 都要摸摸摸摸 别的病 还要防呢 所以说 但是呢 你每加强一次 他的水平都要提高 而且持续的时间呢 都要增强 但最终呢 也还是有回落 但还是另一句话 就是说 你抗体可以回落 但是呢 你的真正的保护能力 但是一次比一场 是增强了 而且呢 这个总体的保护能力 可以持续很长的时间 那当然严格的呢 大家也不知道 到底多长时间 但是呢 有一个比较好的参考呢 就是当年这个SARS SARS当时03年吧 现在接近20年了 18年了 结果就发现那些人 感染SARS的人 他如果是测 他体内的这个T细胞反应的话 他依然 对这个SARS的这个 这个抗原 还是有反应的 换句话说 就是说 他的T细胞反应呢 已经维持了18年的时间 这是由研究证据 那就如果你想看新冠呢 那就那就说 这个T细胞反应呢 也可能会维持比较长的时间 但是抗体的观察呢 这是一个指标 刚才我解释了 你可能你这个岛子 这个门前的这个军舰 可能给消失了 但实际上你这个岛上的 这个军事 这个军事基地里边 训练好的那些细胞 实际上是存在的 如果一旦来了敌人 他可以快速反应 你可能依然会感染 但是呢 很大程度上 还是保护了你的 真正的这个得力 或者说真正的 把敌人把这个岛子 给抢到去了 关于混打的问题 比如说在这边 打了两阵Pfizer 第二阵打完也六个月了 但是现在又回国 国内没Pfizer 可以打 在国内打 加强症的话 打这个科兴 或者其他的疫苗 可以吗 我觉得完全可以 而且我觉得甚至某种意义 说不定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因为呢 因为这个科兴疫苗 或者这个减通疫苗 最终这个灭活疫苗 它的特点就是因为它 带有不仅仅是一个卡 它实际上不是一个卡 它是带有很多新冠的卡源 以前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 为什么那个科兴的疫苗 它在防感染 一开始就显出的比较弱 就是因为它进去 是大量的不同的 比如的卡源 它训练的是一帮所谓 这个全能型的运动员 但是呢 因为作为防感染上来说呢 就是针对这个 针对这个 就脆兔蛋白的 这一个项目 特别重要 但它呢 训练了一帮 对很多的都起作用 但如果刚考核 来抗这个 脆兔蛋白的能力的时候 它就显得比较弱了 但现在呢 因为就是说 你这个变异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这个就是脆兔蛋白的 变化的 越来越厉害 而且呢 对这个真正 这个疾病的保护上 现在看起来啊 它确实是T细胞啊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机制 可能在把握作用 在这种情况呢 就它可能对 当这个军舰 可能效果不是很好 但是呢 它在这个岛上的打仗 它是有 十八般武艺的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武艺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 它可能有更全面的能力 所以说未必呢 它就说整体效果呢 就比这个 Pfizer什么要好 但是呢 在这打两个Pfizer的基础上 再来一针这个中国的疫苗 我认为没有坏处 很可能说不定 还有好处 但至少是可以打 而且肯定会增强 至于说它经常效果到底怎么样 但是这都是猜测了 但是呢 就是第一 肯定是可以打 第二呢 肯定是有效果 但效果多少呢 时间就没了 目前情况下去医院做手术 你觉得安全吗 这个 这个 这就是根据情况了 实际上这也就是 为什么我刚才呢 就是这个 强烈的建议 我就说三四个月以后 四个月以后呢 可能整个的这个策略呢 应该就是 做比较大的调整 就是有意思 因为实际上呢 在这个两年期间呢 这个手术啊 激压了大量的手术 现在要做的手术 基本上都是急症的手术 那既然就这种手术 你没有选择啊 你不做 他既然给你做 就说明 你这个已经是事不我待了 所以说你该做 你得做 但是呢 如果你是一个 就说是 属于那种 所谓就是非必要的这种手术 能等 那这种手术呢 那你可能 就就选择等吧 对吧 而且你不选择 恐怕眼神也就让你等 这种情况 你要想去走个后门早做 那就不要做 没有必要 接着做 就不做 70岁的老人 打完第二支以后 一支胳膊疼 这个跟疫苗 是不是有关系 那胳膊疼 完全有可能是有关系的 因为胳膊疼 这几乎是 比较这个经典的 就说这个 就这疫苗的反应 对吧 就这几乎 胳膊疼 这个是 跟常见 完全可能 这刚才那个问题 再继续一下 就是在这边 两支发展就打完了 回国如果打 科兴或其他的话 应该打几次 是打一支就行了 还可以再打两支 三支 那那那那 我觉得 我就不是很建议 我就是说 我认为 以后就打第一支 是没问题 这就说 第二要再打一针的话 最好呢 就是你要有特殊的理由 比方说我本身 我明显的就是 我免疫比较弱啊 或者有什么 其他的这个这个问题 对吧 或者比方说 你有些人 他是 我和国癌症病人 我本身我就一直在 吃抗癌药啊 或者什么的 就是免疫医治的 一直什么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呢就可能 再多打一次 否则如果是 你没有特殊的理由的话 我认为就是 打一针应该就可以了 因为本来两针 对你的保护就已经很好嘛 你在打一针 全面的提升一下 对不对 那当然就是 如果讲的有必要 是不是再打 也不是不可以吗 对吧 但是目前呢 我就 我可以比较明确的 给你回答 我认为再打一针 是有好处的 这个感染后的抗体 比打疫苗的产生抗体 还多吗 我就说 这个是有的多有的少 就是因为就是 感染这个词 就是因为感染的 这个人 他感染的量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感染的很多 有的人感染的很少 所以感染很多的这个人呢 可能他的抗体反应呢 可能就比那个疫苗 还要高 但是呢 感染很少的人呢 可能就比疫苗 可能还要轻 疫苗的好处呢 就是因为他这个量 是固定的 而且这个量呢 当时他是经过 反复的研究选择的嘛 所以大家就说 你只要打了 都能够 除非你是免疫医治 否则的话呢 基本就是大家都有一个 比较高的 能够实现这个免疫保护的 这么一个水平 基本上打两次 你是可以预期的 但是感染这个呢 就是无法预期 有的人可以很高 有的人可以很低 就是他有个 整个满整的光调 而打一秒的人呢 等于说就一个光调 从这个一样 这就为什么 他这个理论号 就是说你不管你感染不感染 我还得给你打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不能够保证 你感染那就一定很高 或者一定能保护 但是当我给打印针疫苗呢 肯定加强一下 肯定是只有好处 所以说呢 这个依据呢 基本上就是这么来 我们已经进行了三个小时 现在11点02分 我们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吧 这个有点具体 这是关于测试的 鼻子的柿子和烟的柿子的核酸检测 都是阳性 但是血液检测 IgG是阳性的 IgM是阴性 这是代表有这个抗体 那肯定是有抗体 这种情况呢 我认为最大的可能呢 实际上就是再次感染 你第一次感染的时候 你产生了这个Ig 就是一段时间以后 你产生了IgG了 对吧 因为理论上说 你刚感染的时候 如果初次感染的话 一开始感染 你这个 它就出现是IgM IgG基本上是不出现的 而且往往是你 就是你IgG出现的时候 就是你这个病毒的 已经可能就已经没有了 一般人 你现在既然是 又出现了好多病毒 鼻子也测试了 就说明你真正是有不少病毒 而且你IgG 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是 你实际上是二次感染 好 行 今天我们看非常感谢杨教授 讲了很多 回答了大家所谓的问题 不好意思把你滑雪胜地的时间 建议了很多 来给大家做演讲 非常感谢 我想大家可能也是收益很多 再次感谢杨教授 也谢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那么我们这个视频存下来以后 我们可能一两天 会放到YouTube 然后所有登记注册参加的人 都会给你发一个email 告诉你这个链接 想再重看 或者是亲戚朋友想看的话 都可以去再看 我们想尽早的吧 终于明天把这个放上去 通知大家好吧 那谢谢大家 祝大家这个新年愉快 那我们在这里就再见了 好 新年愉快 多谢杨教授 很高兴 很高兴一下 谢谢 谢谢